是2比1的比例 麻黄计量大石高计量小 石高用了15颗一次 15颗 基子大的石高 我们就按照60颗来算 60颗或者45颗 我们统计过 它是45到60颗 那么我们就按照最低比例来算 是15颗 复用3次 一次就是15颗 一次15颗的计量 所以说我们按照麻黄和石高的比例 是按照2比1的比例 来计算 那为什么要增加麻黄的计量呢 因为石高是含量之性的 你要加上石高麻黄计量要不大 它就发不了汗了 发不了汗了 所以它里边加上石高 所以它要加上浆爪来调和 生姜大爪 干什么呀 调和体位 又帮助麻跪发汗 所以你看石高 石高它含量的容易伤脾胃 所以加上生姜大爪来顾护脾胃 又帮助麻黄贵枝 你看这两个费路都好不好 生姜大爪能够调和盈味 帮助麻黄贵枝发汗皆表 生姜大爪又能够调和脾胃 防止石高含量过度伤脾胃 所以它适合于外有风寒表症 也没有洋育化热 预热咬肺就出现了咳喘 就出现了咳喘 那么在临床当中呢 我们这个剂量 这个剂量 我们在临床当中 其实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么细呢 这个发汗的方法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所在的这个妇女医院呢 主要是妇女儿童医院 那儿科病的呼吸系统最常见的了 所以说为什么讲科串就讲到她了呢 当时我们医院还有一个 这个方法叫清洁和剂 清洁和剂 我当时啊 听这些师兄师姐们讲 就是说我们妇院医院当时一个致剂 当时一个致剂 儿童儿科这个致剂 那是相当相当火的 火的不得了 就是致剂一年卖老了 为什么变成致剂呢 致剂的口感好啊 里面加糖的小孩都能喝了啊 叫做清洁和剂 清洁和剂呢 它这种为用的是芝麻黄 它医院用的都是芝麻黄 不用生麻黄 芝麻黄用的是石科 桂枝用的是石科 杏仁用的是石科 枕甘草用的是石科 啊石膏用的是十五科 生姜它用的是皮 生姜皮用的是十科 大枣用的是十科 啊 里边加了薄荷 十科 加了残退 就是残衣 十科 啊 江禅 十科 地龙 十科 我跟大家讲过 江禅 地龙 这是呼吸系统疾病 啊 化痰 止咳 平喘 解净 抗 过敏的 最常用的组合 啊 这个方式就叫做清解合剂 专门治疗的是什么呀 外寒里热的 大家看一看 小孩是纯阳之体 啊 有一些小孩一感冒 流鼻涕 打喷嚏 都是清鼻涕 但是你看呢 嗓子还有一点红 空空空 还咳嗽 舌尖还红 既有寒又有热 所以我们用这个是清解合剂 尤其是这几个要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生石膏 加上薄荷 加上蚕蚕 加上甘草 这四个要 还是一个方 很有名的方 叫什么方呢 叫做清解汤 这是张希纯的 医学中中参西路的方计 叫做清解汤 啊 为什么叫清解汤呢 薄荷 新凉 残退 新凉 石膏 新寒 都是新的药 新的药有什么作用啊 新的药有外散的作用 能够透鞋外出 它不是苦寒的 所以全体有新味 新能够散 又具有寒凉之性 寒凉能够清热 所以适合于什么样的事呢 啊 适合于这个 里边有内热的 它又不引起疲惫的 我们的减退 啊 用一下干草 调和点药 这四个样叫清解汤 啊 清解汤 这个方计疗效在临床当中也非常非常好啊 呃 我记得当年呢 我开那个门诊的时候啊 那么我按言开西门诊 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小孩啊 这个小孩呢 是得的是GN体肺炎 那么GN体肺炎呢 当时就在我家打了这个十天的红维素啊 十天的红维素 又打了五天的阿琪啊 又打了五天的阿琪 但是已经打半个月了 就不能再打了 发烧是对了 但是它的咳嗽不好 大家知道这个GN体病啊 很不好好 一坏案的时候 这个GN体的底值是1比320 已经很高了 大夫这个病经历不能好 疗伤是四到八周啊 四到八周的时间 不烧了 但是它咳嗽呀 白天咳嗽 晚上咳嗽 晚上咳嗽 影响睡眠 孩子空空空 十天咳嗽 你说孩子呢会吐痰吗 他也不会吐痰呢 十多岁的小孩 他也不会吐痰 他觉得嗓子有痰 但是他也吐不出来 外面还有点流鼻涕 流青鼻涕 但是他就咳嗽厉害 我一看他舌头舌尖 有一点点微红 我说你嗓子疼不疼 他说不疼 但是流青鼻涕 打喷嚏 咳嗽 嗓子不舒服 咳嗽 但是不疼 我一看就是什么呀 外有风寒 里面有预热 但是外面的寒也不中 里面的热也不中 所以我这个大清风汤 这个房间 我就没给他用那么大击 像原房那么大击 我就给他开了一个 清洁和气的一个房 再加上这里面有江禅残退 有地龙 这有看过 有解净 有止咳平喘的作用 止咳平喘的作用 就给他开了小中药 那个时候 让他回家自己熬的 小孩吗 我说你一次可以给他 喂个六七十毫升 要觉得苦 给他里面 少放点冰糖都可以 那么这个小孩 使用了将近五到四天的时间 他妈妈说 医生就不咳嗽了 也不溜冰体 也不打喷体 也不咳嗽了 他妈妈说呢 以后有病 根本不用打针了 因为打针不好使 他在每次小孩有病的时候 他打针 他妈说 咳嗽就没有好 总是爱咳嗽 后来我给他调好了之后 我后期我给他用点 柜指甲后 我性子汤 给他调掉身体 这个咳嗽一直就没有犯过 就特别特别好 所以你看 就这个大清汤是咳嗽 外有风寒表证 你有预热 预热咬肺的咳嗽 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 含苞果性的咳嗽 它的疗效比较好一些 它的疗效比较好一些 那么在临床当中 你用大清汤的时候 眼不必说的 有没有汗呢 你不用问他 有没有汗 对不对 他里面用的芝麻光 他能发过少汗的 我们也不用三颗麻光 我们像我们 这个商谈论所说的 是不是 不能够长服久服 其实这个方 清解力量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不用个半个多月 都是没有事情的 没有事情的 过去像我们 福音院火星 我们那个师哥师姐说 像这种清解合计 当时一岁的小孩 几个月的小孩都喝 为什么 他喝有个小羊杯 有的小孩喝十毫升 有的小孩喝五毫升 那你小孩 能够减量一些喝杯 那越是小孩 疗效越好 为什么 小孩是纯阳之体 你麻光用多少 他都不怕 但是老年人就不行 老年人阳气不足 麻光具有 特别是麻光配人贵身 他具有什么呀 他具有 拔肾气 冻冲气的作用 老年人的阳气 被称为是残阳 他阳气本身就不足 所以这些往上发的药物 拔肾气的药物 你就少用它 小孩是纯阳之体 是不是啊 你麻光用多少 都没有事 对不对 三岁五岁小孩 麻光照样就适合 啥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知道 但老年人的阳气不足 是子盘阳 阳气本身就少 你一用麻光柜之体发 把阳气都 找到外面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老年人 用麻光之体的时候 应当注意一些 但是小孩 随便又 根本没有关系 根本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我们 大青龙汤 这是大青龙汤 大青龙汤 在金龟妖略当中 还讲过一句话 叫做 并一言者当发七汗 大青龙汤组治 小青龙汤 一组治 并一言者当发七汗 大青龙汤组治 小青龙汤 一组治 什么叫做一言呢 张仲敬也告诉我们 一言是什么呀 随眼流行 归于四肢 当汗出而不汗出 身体疼重 明知一隐 当时我学习这种 这个条文的时候 我不太明白 我说在冥状 大青龙汤组 有一言这个吗 是不是 随眼流行 归于四肢 四肢阻 当汗出而不汗出 不出汗 四肢阻 不是有这样的病吗 那么有一年 我跟老师出诊的时候 来了一患者 他是急性虚麻疹 大家看过急性虚麻疹 他那个手阻的呀 包括这个胳膊 和手肿的都特别严重 包括脸都是肿的 西医说 你这属于急性的 过敏性的虚麻疹 西医用点微膝 咕咕咕咕酸钙呀 地下乙松啊 是不是 要扛过敏药 推完了 下去了 第二天又起来 是不是 反反足复的 不好 然后呢 他就找我老师来看 早的时候 还是头面肿 胳膊肿 手肿 老师说 这就属于一眼 一眼用什么 大青龙汤 发汗 发汗的方法 治疗这种急性虚麻疹 比激素还要快 老师让这个患者 服用完这个汤 起以后 回家 喝点热水 出汗 汗一出 马上就好 为什么 一眼也是 眼味不合 大青龙汤 具有发汗的作用 外散风寒的表证 内清里边的预热 你看我们起虚麻疹的时候 那生人养的不得了 甚至都是 起的都是红色的 骗的虚麻疹 但你一身 什么都看着没 他舌尾是淡的 对不对 甚至边尖微红 但是不敢吹风 一吹风 他就犯 一吹风 他就不行 所以我们知道 他有外有风寒 内有预热 大青龙汤 大青龙汤 这种急性虚麻疹 效果非常好 但这不是慢性的 那个虚麻疹 五六年了 六七年了 是不是 十眼十见 他没有用 那不是意义 所以大青龙汤 对于这种 急性的 发作性的虚麻疹 我觉得 他对于退诊 和就改善 联合水肿的作用 他比什么呀 比西洋还快 因为这个急性虚麻疹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皮下的 粘密而水肿 那不是还是 水液代谢障碍吗 大青龙汤 就可以治疗 这种水液代谢 障碍性疾病 所以他在临床当中 取得的疗效 就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其实我额外的 又跟你说一下 大青龙汤 能够治疗这种 急性 发作性的 虚麻疹 大青龙汤 治疗的这种 科传 大家要记住 它的麻黄汤 不一样 麻黄汤 是纯表寒的 它是表寒 鼻热 都有的 那么 第三个发汗的方法 就是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 大家不用说了 是不是 这个方法 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只要是一个中医的人 没有不知道 小青龙汤 这种方法 我们上海论当中 拥有两条原文 一条是40条 一条是41条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背了 上海表不解 心下有死气 是吧 肝偶发热而咳 或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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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小便 不咳 少福马 或传者 小青龙汤 主治 这是我们的40条 41条说 伤寒心下有水气 咳尔微传 发热不咳 服汤 以咳者 此寒去郁节 也 小青龙汤 主治 小青龙汤 这种方法 我告诉大家 治疗可传病 治一个失败一个 你轻易 不要用小青龙汤 治可折 为什么呢 因为小青龙汤 它治疗的可传 一定是什么呀 它是慢性的 呼吸系统疾病 它急性发作 它是治疗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 急性发作的第一方 你必须要把这句话 你都记住 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 大家都学会了一句话 说小青龙汤 它是咳嗽 而且它吐的是什么呢 是白色的 是清晰的 是泡沫样式的痰 泡沫痰 我们大家看一看 我们哪一个人感冒的时候 你能够吐这样的痰呢 吐白色的 吐清晰的 吐泡沫样痰 大家看一下 我们哪个人感冒 能吐这痰 你没有吐这个痰的话 你就得有鼻子打喷嚏 鼻塞 你什么都不用小青龙汤 再有表证 你岂能够用 五味子这个药的 收舌 小青龙汤就五味子 你感冒 普通的感冒 你能用这方吗 所以说 普通的感冒咳嗽 你用小青龙汤 用一个失败一个 不是小青龙汤 这种方技不好使 是你用的不正确 所以小青龙汤 一定是治疗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急性发作的第一方 这边原来只有 慢性气势员 这原来只有肺系统 这原来只有肺心病 这两天感冒了 哎呀 咳都不得了 肉中了 喘都不得了 那弹量 原来还多了 顾的都是白色 清晰 泡沫让它 络于为水的 这种发作的地方 小青龙汤 第一好使 什么也没有它好使 除了这个以外 普通的感冒 它不能应用 用上它也是没效的 请大家注意 你要掌握这两个原则 我们现在只是记住这个了 咳嗽 小青龙汤 是咳好使 但是它至少 什么样的咳嗽 是我们一感冒的咳 你就用它吗 我们一感冒 流鼻涕 打喷嚏 咳嗽 甚至都没有痰 甚至就突一点点痰 甚至痰得不好咳 浑身关节疼 你能用它吗 它是不可能选它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是这种方济不好使 是这种方济应用的 没有到位 没有到位 那么我在平台当中 也讲过 玩算小青龙汤 这首方济 我就不多说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小青汤里边 鹰岩是麻黄配桂枝 里边用了重景的 卦颖的组合 江心下胃 又用了解净 炸药干炒汤 是不是 所以你看你方济学完之后 你不用再位了 什么小青龙汤 贵朝麻 干江心下 草贵家 外树风寒 内庭眼 下汗水眼 像汤花 它就这个三组要组成的 一组是麻黄配桂枝的 干什么呢 外散风寒了正的 麻黄配桂枝 发汗节表立强 治疗 外有风寒表正的 江心下胃 你看重景 用这个方济的时候 用止盒药了吗 它用紫苑了吗 用冬瓜了吗 用白钱了吗 用心颜的吗 它都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它是内在 就有眼前 素体就有眼前 所以小青龙汤 在《伤寒论》 四十条的时候 开篇这十个字 是它的病基所在 叫做伤寒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 我们为什么归纳为 外寒内水 伤寒表不解 感受了风寒血气 表正没有解除 表正为什么没有解除 心下有水气 因为里面有水眼 你干接表都能解除吗 为什么心下有水气 你画眼不好使啊 外面还有风寒 这叫伤寒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 当感受了这个风寒血气以后 外寒的风寒表现 引动了在底的水眼 是不是啊 叫外寒引动内 内外和谐 所以我们才有小胸汤 麻毛沛贵枝 干什么呀 治疗伤寒表不解的 发热呀 霧寒呢 头身疼痛 没有汗呢 麻毛贵枝 发汗解脑 解除在表的风寒血气 江心下胃是温化在里的水气 的心下室之日以而然的 不是指具体的位置 有人说心下室之位 心下不是脱位 心下室之体内 它的水眼不一定停在哪 凡是体内有水气 水气 江心下胃是专门温化水气的 温化水眼的 干江不用说了 温废化引 细心温废化引 化引都不能吃壳的 温废化引 但是干江和细心 全是心辣的 心散的药物 用五味子来酸收 因为肺的宣发速降 所以干江细心 偏于心散的 五味子偏于酸收的 用半下来化开引 这是重景的 江心下胃组合 最后用少药干草汤 干什么呀 酸干化阴 防止麻贵 江心下 这些药物心散 伤人体的阴液 另一方面 少要干草 缓解七道的经轮 他喘得比较厉害 七道经轮 所以他有解经 平喘的作用 你说这种方式 配合的疗效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不是一般感冒用的 一定是有慢性肺病的人 但是他突然间呢 又感冒了 在慢性肺病的过程当中 他又外感了 你得肺气肿 他就不感冒了吗 你得肺气肿 他就不感冒了吗 得慢性肢肺炎 他就不感冒了吗 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当他又外有风寒 表症的时候 就是又感冒的时候 你来应用这手方式的时候 用上一副两副以后 症状全消 但是他心下有水气 十年的咳喘病了 他的阻吐白色 清晰胖胖胺 他能消退吗 你肯定消退不了 所以我们要用 灵肝为将心下颜肠来善后 这是绿痞虚的 时间再长了 直接上升旗阳和汤 就是补肾病转和气 你这么治才有效 你不能老用麻烦 对之善他 老发善他能行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窄用之方计 这点大家必须要用好 我跟大家提个例子 来说给小春 你看我们老师是怎样 应用这种方计的 那么有一个老年人 64岁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查他的病例 他是一个什么病呢 他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患者 这个中耳炎大概就有十年了 他反复发作这个中耳炎 从也没好 上西医院 上耳鼻喉咳 就给他开这个滴耳液 就给他开滴耳液 吃消炎药 甚至给他用一些激素的药 往里边傻 时好时坏 十年了总是这样 每一次感冒的时候 他都犯 这个耳朵里面十年前 躺着个水 一犯的时候 耳朵就像灌水的似的 听声音都听不到 就反正耳朵越来越背了 但是这个耳朵不断的流水 他就拿各种东西 年轻乱扣 往里边塞东西 上东西 农村的复办法 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 别告诉他们拿秋眼 给他化成水 往耳朵里面滴 效果都不好 他像我们老师 看你老师就问了两句话 你这个耳朵流水是什么颜色的 他说都是青的 都是像青水一样的 闻着它有异味吗 他说没有什么异味 说多长时间了 就有十年了 一看说的 就是一个舌子弹太多白 没有什么热相 没有什么热相 老师直接就给他开着小青龙汤 加石膏 加上一个生石膏 加上一个生石膏 加上一个折蟹 加上一个炒白乳 炒白乳 这个方服用了一周以后 他的耳朵在里边流水 明显减轻 这个方服用了一个月 有的人说老师小青龙 能服用一个月 一会我告诉你 他的技术稍稍小一点 随便服用一点问题 一个月以后 他这个中耳然彻底好了 再也没有放过 当时我不太明白 我问老师 我说老师为什么小青龙 他能治疗这种中耳然呢 这个耳朵里流水 老师不知道小青龙汤 不是治疗 那有水眼的吗 你看他耳朵里有水眼 没有 我说有了 流出来都是清晰一样的 像鼻涕一样的水 而且没有臭味 为什么加石膏了呢 为了安全起见 因为小青龙汤 温造性比较强 加了石膏 使这个药性不那么燥热 你吃完的话 不容易上火 所以他就用了小青龙 加石膏汤 加了折蟹和白猪 折蟹白猪 这不是张宋景的吗 折蟹汤吗 心下有支隐 七身苦冒悬 哎呀脑子迷魂不得了 他专门画影鞋的 这两个要专门对耳头的 这个水影呢 效果比较好 水影比较好 如果 这颜耳头 里边听力减退了 你就加上石仓虎配 然后录录通 仓虎配录录通 专门能够开耳翘录通 仓虎20颗 录录通20颗 但是这点暂时呢 它是以耳部的水为主的 所以就没加这两个要 这是我国外给你讲的 就用了小青龙 加石膏汤 配上折蟹汤 治疗这种中耳的鸡叶 为什么 认为他感冒了 感冒了 感冒就重 外弹引动了里边的内眼 所以我说 那心下有水气 不一定都是胃流水气 它的耳头里边有 它也是水气 它流的是不清晰水啊 你看这个大家的思维 我们就拿小青拿治疗 咳喘病的 严谨拿小青拿治疗 中耳燃 中耳基业 十年的耳头里边流水 小青拿了一个月 拿下 最后 芝麻黄 是不是 你看 六颗 六颗 对不对 干浆十颗 细细六颗 半下十颗 胃子六颗 白勺二十颗 枝干草十颗 是不是 生石膏三十颗 哲泄二十颗 白猪十五颗 你这个慢慢的 就是后期的小量的调剂 我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叫做 诸正西减 减齐剧 正常大为减轻 你方不用调换 你把计量减轻就可以了 把计量减轻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思维 非常清晰的 我们只是说 小生拿肠 是要感冒 是吧 咳嗽 伤寒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 因为他心下有水气 里边有水也内停 所以他在外面 最努力招致风寒之邪 最努力招致风寒之邪 大家看一看 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信仰的 非常非常信仰的 那么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小生汤 大家说 我们在临床 用小生汤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 在临床当中 他是有汗还是无汗的呀 小生汤在婴的时候 他是有汗还是无汗的 是无汗的对吧 我们在临床 婴小生汤的时候 我们问不问这个患者 出不出汗呢 问不问呢 问不问 如果我们在临床上 发现这个人咳嗽 喘 但是他汗出不特别多 我们敢不敢用小生汤 我们敢不敢用小生汤 比如说这人告诉你 他说大夫 我有慢性脂肪炎 我这些气管病了 已经有十来年了 但是我这两天又感冒了 我流鼻涕 打喷嚏 我浑身关键 脑都疼 而且咳瘤中了 吐的都是清晰 白色 泡沫样的痰 但是我这两天不能动 一动完那汗滑滑的 水洗的 你能用小生汤吗 可以用吗 如果你不能 你能用什么黄金 它就是小生汤的适应症 但是这个人汗出的特别多 你能不能用小生汤 你敢不敢用小生汤 敢不敢用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我跟我导师出诊的时候 跟我导师出诊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女性的患者 三十多岁 她就患有慢性脂肪炎了 她来妇女儿住医院吗 妇女儿住医院吗 她十几岁得过一次肺炎以后 她就留下这个气管病根 所以她三十五岁 她慢性脂肪炎的病史 肺气肚的病史 就已经都十多年了 三十多岁 年纪不大 可以说是老肺病的 那么这次 她得了一次重感冒 就把她的肺病勾起来了 来我们妇女院进行住院治疗 打点滴 吸氧 解禁的 化痰的 平喘的 给她治疗 但是效果一直不好 表症表症解除不了 还是流鼻涕 打喷嚏 浑身关节 没有一处不疼的 唯一就是不发烧 为什么不发烧 她这种体质是烧不起来的 老慢性命 她烧不起来的 咳嗽 痰特别多 清晰如水一样的痰 但是呢 她就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叫汗出 过多 一动它以后 一动它以后 她出汗出的就 特别特别的多 她说我每天都得换两件衣服 但是我们一看她的舌头呢 她确实是舌淡 开水润水滑的 开水滑 一摸麦呢 麦也是滑的 开滑就有力的 她确实是外有风汤表证 内有水也内淫 当时朱燕医生说 给她开中药 很多人因为她出汗 出的非常多 从来没有人敢给她用个小清风汤 都给她用了别的方计 都是用别的方计 其他的组合的 其他的组合的方计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那么请我老师会人的时候 怎么办 老师就给她开的是小清风汤 就给她开的小清风汤 我害得给你写一下这个 芝麻黄 桂枝 哦 干姜 细心 无味子 半下 白勺 小清风汤 小清风汤 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在条纹当中 类性的肺病 时间长的体质 比较虚忍慢 给她加的是什么 大家看 这个方计当中 这个方计当中 加的是深处龙母汤 有那些说 小清风汤 拔肾气 冻冲气 只可斩用 不可常用 而且呢 只适合于实证 虚证肾气 和半下 根本不相反 半下精米汤 父子精米汤 经常用 包括重景的 瓜龙 用的是 瓜龙去脉丸 里面都是用的是 这个 瓜龙和父子同用的 天花粉之类的同用的 所以我在临床当中 我经常用父子 和半下同用 那如果你说 我不敢用 那你就把半下展示去了 就没有她画眼睛 将心未画 不演样了 你说我不想用半下 她也不惜主要作用 不用 我就给她去了 怎么着 小生他和上 身负龙母他 看不看 有汉 无汉都能用 因为有贵勺 你看贵之勺 要龙母武力 有汉的 他也能够持住 对不对 你不用怕 不用天了 去麻黄 你看这个方济 大家一变功之后 他应用的疗效 就非常好了 应用的疗效 就非常非常的显著 所以你看 实证也能用 虚证也能用 有汉的也可以 无汉也可以 就看你怎样化才能用 我们不要老把这种方子 用的特别特别死 必须汗出的就不能用了 它是小熊汤的性正 外有风汉表现 内有水也内有 只不过它底边身体比较虚 阳气比较不足 所以它肿漏汗 但是我们不怕呀 对不对 贵之勺要干草 对不对 再加父子 贵之家父子汤 它是不是致漏汗 叫做我们上海论当中讲的 对不对 贵之家父子汤 是不是知道漏汗呢 太阳令发汗 随漏不止 其人物风小便 难四只为底 难以许真 贵之家父子汤 对不对 你看这个房子 组合得非常非常巧妙 所以实证实证都可以 有汉无汉的都可以 有汉无汉的都可以 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引起重视 这是我们对于这种随随的 没有离随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就是慢性费病 慢性费病急性发作的 不管它无汉还是有汉的 我们都可以应用 我们都可以应用 都可以应用 结果用了这个方式 一周之后 是不是 汉书停止 表证给解除 咳喘大减 是不是 但是它慢性费病 最后用的是 这个申骑 这个阳和汤 就是不慎定闯合剂 给它调了 将近两个多个月 这种患者 恢复的非常非常好 咱不能说痊愈 痊愈咱做不到 因为它慢性费病这么多年了 生活能自理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那么喘了 也不那么咳嗽了 对不对 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这个请大家注意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关于小青龙汤的应用 小青龙汤的应用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小青龙汤 对于这种慢性鼻炎 急性发作的 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比如说有的人是季节性鼻炎 或者过瘾性鼻炎 每到春天 或者像现在秋冬交际的时候 由鼻涕打喷嚏 全是吸水一样的鼻涕 鼻涕都止不住了 有天看病的时候 这个鼻涕都拿着手指塞上 要不什么呀 糖的水特别多 这水哪来的 这个水就是我们的鼻涕 这个不就属于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吗 当它外感的时候 感冒的时候 气节 气节交换的时候 外含冰动的内饮 所以说鼻子哑了 哑你也刺了吗 耳朵也刺了不得了 然后全是清水一样的鼻涕 这不就是小春天的 实际上这样吗 你还寻找什么放弃 外有风寒表情 内有水也内停 是一场非常好的 慢性鼻炎 急性发射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看有些鼻炎 大公有鼻炎 我鼻子特别痒 哎呦 鼻子里老干嘛了 都不通事 留鼻涕打半斤 不留鼻涕打半斤 那你就不能有小春天 它留的全是清水一样的鼻涕 这就是有隐形在你的表现 多长时间了 哎呦 我这鼻涕都十多年了 每年都犯 是不是啊 这个花粉一开的时候 闻着花粉也过敏 冬天气候一变的时候 一冷的时候 哎呀 这鼻子就不行了 啊 这鼻子刺了的时候啊 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在里边爬的时候啊 眼睛也不舒服 耳朵也刺呢 哪儿哪儿都痒啊 是啥样也不好吃 这个时候 小青龙汤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啊 小青龙汤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鼻塞的时候 鼻塞的时候 鼻子不通事的时候 我们往小青龙汤里加 石仓谱和陆陆通 这两个要通各种窍的 比如说鼻窍 比如说耳窍 啊 仓谱陆陆通啊 石仓谱二十颗 陆陆通二十颗 这个是鼻塞鼻窍不通的啊 鼻塞鼻窍不通的 小青龙汤 外散风寒表正 内逐离隐 但是哑得特别厉害 他不能看过敏 所以这时候 你必须要加江残和残退 残退时刻 江残时刻 石仓谱配上陆通 它是开翘的 鼻子不通事吗 干离鼻子同事的 残退配江残 啊 这个是去风止痒的 去风止痒的 你不刺到吗 对不对 啊 干将细心半下五位子 这是化内眼的 要不你为什么主流那些清水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急性发生的时候 我们很少能用到什么 仓耳子啦 心疑啦 恶恶啦 白纸啦 这些旋中鼻笑料都是慢性的 急性发生 它没有效果 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小青汤 灵活应用 可以应用很多毛病 如果说这个人 流鼻涕打喷嚏 全是清水量的鼻涕 然后呢 鼻液还有点干 你给小青汤加个石膏吧 把小青汤加石膏汤放里面 加一个石膏心寒的 就防止它小青汤用的时候温燥化火 还能够清在里面的热 啊 加一个石膏啊 我们把它叫小青 加石膏汤 加一个生石膏 生石膏末 把生石膏打成心块 煎了三十颗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 所以这就是治疗鼻涯的特效防剂 啊 治疗鼻涯特效防剂 好了之后 我们再可以用善后的方法治疗 包括灵干五味将心下颜汤啊 或者是啊 一会儿我给你讲的啊 这个玉瓶风散和桂枝汤啊 组合的防剂 来调理一下啊 来调理一下 它的疗效就非常好啊 疗效就非常好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发汗的方法 发汗的方法 你看不管麻黄汤是麻黄贵之同用 大青汤汤也是麻黄贵之同用 小青汤汤也是麻黄贵之同用 只要是麻黄和贵之同用的方技 都属于发汗的方法 都属于发汗的方法 啊 所以我们讲的是发汗法治可喘 小青汤汤是知道可喘很有名的方技啊 因为原本当中就记载的是可喘 啊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这个性子是个性人 啊 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那么上海的原文的第十八条和第四十三条 第十八条说喘家 我说是贵之家 我说是贵之家 第十八条说喘家做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我们在上海议当中原文的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一家的书就给他做了标点符号 他说喘家做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但还有人应该说喘家 做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他俩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喘家做 那喘家做什么意思 就是喘家发作呢 用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对吗 是不是所有的喘家发作都能用贵之家后果性子汤了 那绝对是不是 所以这种断绝的方法就是不对 所以绝对不能吃喘家做 喘家做是喘家发作 喘家发作就用贵之家后果性子汤了 麻烦汤还能吃喘家发作呢 小圣汤还能吃喘家发作呢 大圣汤刚才讲了还能吃喘家发作呢 所以这个 这个解释 一定得是喘家逗号 做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什么意思 喘家 就是原来就有哮喘的这个 你看看都成专家了 我们上海论当中有什么风家 有喘家 金贵药这个当中有各种家 令家 王雪家 对不对 他喘都成专家了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年的喘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喘了 喘家怎么办呢 做贵之汤家后果性子汤 喘家的人 酒喘 慢性喘的人 但是做贵之汤 他又得贵之汤症了 这就叫喘家 做贵之汤 比如说这也是老慢气的 有肺气肿的病人 肺气肿老慢气不一定都可谈呢 是不是 他平时就胸闷了 气短了 但是这两天他又感冒了 对不对 突然间有点发烧 有点怕风怕冷 有点呼呼出汗 对不对 这就叫做喘家 做贵之汤 他表现为贵之汤症的时候 这叫喘家 做贵之汤 这叫做 心感 心 心感 旧喘 喘令是旧姬 但是心感是新的 这叫心感旧喘 那么喘家做贵之汤了 怎么办 那么得贵之汤症了 我们就得用贵之汤治疗 解析区风调和营味 但是我们还得照顾照顾 他原来的喘 你加上后果和性子 比不加后果和性子 能更好 加就是更好的意思 也就是照顾照顾 他的原发病 本来就是这个贵之汤症 因他用贵之汤治疗 但是他平时就有喘 那你加个后果 加个性炎 你比不加后果和性炎 能更好 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 你治疗这种疾病 当中就给我们提示 什么提示 大家看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临床当中 比如说这个人有糖尿病 这人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 这个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 他得了什么病呢 流鼻涕 打喷涕 是不是 出汗 有点怕风怕冷 你一看他就是个风寒表虚症 就得贵之汤症了 但是怎么办呢 你一看他舌指红 少胎 甚至是无胎 他不能是因为你得感冒了 他的舌胎 原来他就是舌指红 少胎无胎 糖尿病 因需燥热体质 他能因为你可糖尿病了 他的舌胎马上就变成 舌蛋胎和白的吗 你那舌头也不是变着玩的 今天变这个明天变那个 他是内有原来的病 他就有这个糖尿病 舌指就红 就没有胎 但是他现在得了贵之汤症 怎么办 那你就用贵之汤治疗 有别说 那这是不是阴虚外染呢 我是不是用佳姐 味醉汤什么呢 不可以的 他表现是贵之汤症 你就来用贵之汤治疗 但是他因为舌指红少胎 那你就在贵之汤治疗上 加上生地脉龙玄神 你加上蒸叶汤 就叫做什么呀 就叫做贵之汤 加生地玄神将 就是这意思 你照顾一下 他的原发病 他原来就有糖尿病 就殷虚体质 你加点生地 加点脉龙 加点玄神 贵之汤你该用 你还用 解析飙风调合 因为这个就是这意思 你不能因为一看见 他的舌指红少胎 不然殷虚外染 错了 殷虚外染 你选用什么方式 你全用自然这方法 他表证能解除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人就是糖家 我给你举个例子 糖尿病人就是糖家 糖家做贵之汤 加生地玄神 麦冬家 就是这个意思 糖尿病的患者 患有贵之汤症 你也应该用贵之汤治疗 只不过照顾一下 他原来就有的糖尿病 你加点生地 加点脉龙 加点玄神 或者加点天花粉 都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要学习原本的时候 你要领悟原本的精神是什么 领悟原本的精神是什么 所以你必须要变好舌指 所以我们讲舌指的时候 他有原病 有旧病的 你要分清楚 你不能一看他舌指暗 我问大家一下 如果这人得的是心肝 得的是脑血酸 他原来就有脑肝 就有脑血酸 但这两天他流鼻涕打喷嚏 这个浑身关节疼痛 他得的一看就麻烦糖症 但他舌指暗有一点欲巴 你能说他是瘀血感冒吗 瘀血感冒你用什么治疗 是不是 你不能说他是瘀血感冒吗 他不还是风寒感冒吗 只不过他这个瘀血病 那是他固有的旧肌 他原来就有脑血酸 原来就有心肝病 他舌指大念此案了 但是他又得了风寒外感 那你该用麻烦糖 你用麻烦糖吗 用麻烦糖加点单身 加点地龙 加点活血药就行了吗 比不加活血药更好 就照顾的更全面 就是我们至少心肝的时候 也顾及一下他的旧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讲了这个十八条 你看四十三条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太阳病下之微传 下之微传者表未解故意 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主治 你看他的用词多好 这个必须令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不是加 用贵之汤加在后果性子里 不加后果性子好 必须令贵之家后果性子汤 太阳病一个外感病 应用了下法 太阳病不能应用下法 反而应用了下法以后 怎么呢 使表现内线胸中下之微传 造成废弃不利 忽视忽视他就喘了 这个时候的表还没解 表症还没有解 一部分表线没解 一部分表线 陷入到胸中了 所以表线没解 用贵之汤解表 又出现喘了 用后果和性言来降继评喘 这个叫心感心喘 这叫心感心喘 原来没有喘病 这是因为你的物质导致的 心感心喘 所以贵之汤都可以治疗 所以贵之汤都可以治疗 那我们大家看 有的人说 老师你讲的这是发汗的方法 治疗可喘病 你看我们贵之汤 治疗可喘 喘家 做贵之汤家 后果性子家 太阳病下之微喘 都有喘 我们讲的老师喘 那么你讲的是 麻黄与贵之配五 麻黄与贵之配五 它是发汗结表的 那么你看贵之汤当中 贵之与勺要配五 贵之汤能发汗吗 我问大家贵之汤是去邪剂 还是浮正剂 贵之汤是浮正剂啊 是吗 贵之汤属于去邪的 还是属于浮正的 到底告诉我 它是去邪的 还是浮正的 贵之汤 你在临床应用的时候 你是把它作为去邪的 去邪的只是致实证的 浮正是致虚证的 你说贵之汤是去邪的 还是浮正的 浮正的是吗 我们浮正的时候 在我们方济学当中的时候 我们讲过浮气浮血 浮阴浮阳 里边有贵之汤吗 贵之汤是浮气济还是浮血的 还是浮阴的还是浮阳的 我们调和浮当中 有调和少阳的 有调和贵长的 有调和干碳的 哪个有贵之汤 我们讲调和少阳的 一手小杂油汤 第二手 浩秦青奶汤 没有贵之汤 调和味肠的 拌下蟹心汤 黄莲汤 是不是 你看有没有贵之汤 贵之汤是去邪的 还是浮正的 贵之汤 是不是在截表纪上讲的 是不是新闻截表纪啊 截表纪它是浮正的吗 去邪 去邪的 是吧 我们老说贵之汤 去邪力弱 养正力大 对不对 那我们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说的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 那是贵之汤和麻黄汤相比 以贪俩作为不同的语境来论述的时候 我们是跟麻黄汤相比 它有养正力 它自己跟别人赌一鸡 它能养正吗 我再问你 你说贵之汤是发汗剂还是止汗剂 你说贵之汤 它能够发汗 还能够止汗 你认为贵之汤是发汗剂 还是止汗剂 你要认为它止汗剂 它为什么放在西门截表剂呢 西门截表剂 制造外感风寒所引起的表证 对不对 它必须一定要受发汗 如果你要认为它止汗剂 那贵之汤 在原文当中 它就知道汗出 对不对 你看我们讲的贵之汤 贵之汤第二条 怎么说的 太阳病发热汗出 勿风脉管者名为中风 我们提到了汗出 你看我们这十二条 太阳中风 阳术尔阴弱 阳术者热自发 阴弱者汗自出 色色勿寒 细细勿风 细细发热 灵灵干傲者 贵之汤乳治 又提到了汗出 你看第十三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 汗出 勿风 贵之汤乳治 又提到了汗出 你看我们这九十五条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 此为 什么呀 荣若未强 故使汗出 欲助邪风者 于贵之汤 贵之汤最经典的条文 第二条 第十三条 第二条 十二条 十三条 九十五条 这四条原本是贵之汤的本证 他讲的都是汗出 要用贵之汤的时候 有个最重要的特点 必有汗出 有汗出 那有汗出 那你说贵之汤是发汗基 是止汗基 如果它是止汗基 为什么还能够放在 截表基当中 讲 截表基能止汗吗 那它是发汗基 是止汗基 你别告诉我 你们天天 有用贵之汤 你不知道它是去鞋的 还是活动的 不知道它是发汗的 还是止汗的 这中医呀 你们学的西岁 是不是 这中医呀 你们学的是 洗碎洗碎的 是不是 哪个这么多患者的 是不是 我们天天在领导 都是实质 物质 都是西哈质 对不对 都是西哈质 所以为啥大家不断的学习 其实医学真是博大精神 没有人说它会 都是懂得一点点 所以我们中医学走到今天 爸爱爸家知道都是皮毛 对不对 因为它太不大精神了 你看你扎针 你做辣酒 你很容易出名 你针扎得好 你做中医 你很难出名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的少 第一个你不勤奋 第二你不努力 第三个人家不学习 你懂得就更少了 为什么发汗剂 指汗剂 哦 发汗剂 为什么是发汗剂 为什么是发汗剂 在我们上海论当中 有两条原文 有一条是53条 有一条是54条 就能给你解释这个原文 解释很清楚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54条原文怎么说呢 说病人脏无他病 食发热 自汗出不愈者 此胃气不合也 先期时发汗者愈 一跪之汤 病人脏无他病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内脏没有一点毛病 这叫病人脏无他病 食发热 定时的发热 自汗出 耳不愈 正说是什么 定时的发热 总出汗 时间长了还不好 先期时发汗者愈 此胃气不合也 胃气不合 此胃气不合也 所以 赢 胃 谁有病了 是胃有病了 胃气不调和了 所以先期时发汗者愈 在他没有发热 出汗之前 就赶紧给他 用跪着他发发汗 发汗者愈 为什么还用跪着他发汗呢 第53条说的也很清楚 第53条说的也很清楚 第53条你们会飞吗 病肠自汗出者 此为容气和 容气和者外部邪 以胃气不共容气 邪和故耳 以容形脉中 胃形脉外 复发其汗 仍胃合者愈 复发其汗 仍胃合者愈 以跪着他 复发其汗 用跪着汗的时候 还要用跪着汗发汗 所以跪着汗是个发汗剂 那么他有汗 为什么还用跪着汗发汗呢 这个我们山汉大家陈老 就是我们江西庄大学的 这个 陈老 就给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没有服用跪着汗的时候 出汗 出的是什么呀 这叫邪汗 是因为感受邪气所导致的汗出 那么我们服用了跪着汗以后 发的汗是什么 发的是正汗 它就是发正汗 以去邪汗 所以跪着汗是一个发汗剂 跪着汗是发汗剂 没有服用跪着汗之前出的汗 我们叫做邪汗 是因为脏腹的功能失调 或者因为邪气 但要所导致的出汗 我们服用跪着汗之后出的汗 是正汗 是调动了我们人体的正气 是出汗的 正气出汗的 所以他说什么呀 复发其汗 人为何者欲 跪着汗作为一个调和剂 作为一个发汗剂 它使发汗发动人体的正汗 来去邪汗 所以跪着汗 它是调和剂当中的发汗剂 而且它必要神奇 无汗则能发 有汗则能止 无汗则能发 有汗则能止 所以服用它 照样发汗 但是你看更年期的患者呢 我们服用跪着汗 也是发汗剂 你看更年期轰车过来冒汗 我们服用什么 跪着汗干什么 还是这样的出汗 出汗以后 起正汗 以去邪汗 它就不再出汗了 它就不再出汗了 所以跪着汗作为一个 驱邪的方剂 它不是扶正的方剂 它没有放在 无一剂当中 它作为一个发汗剂 没有作为止汗剂的用 这个我们大家 必须要明白这个问题 必须要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把它列为 发汗法 治疗可产病 正经治可产发法 地域的发汗法 麻黄汤 大青龙 小青龙 贵之家 后果 性子汤 都是发汗的方法 你不要认为 贵之家 后果性子汤 怎么是发汗吧 因为它指的汗法 我错了 它就是发汗剂 贵之汤 就是发汗剂 它通过发汗 调动人体的正气 以驱除邪气 起正汗 以驱邪汗 我给你也用了两条 上海人的原文 都提到了 它 复发期汗 看没看见 发汗则育 都是用贵之汗的 贵之汗是发汗剂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还有一个 我们在临床上 对于咳喘病的治疗 用后再讲 这家后面讲 怎么治 尤其是咳嗦 咳嗦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 肺气不宣 一种是 肺气不降 肺是 宣发速降的统一 既要宣也要降 宣也不能太过 降也不能太过 所以我们大家看 麻黄汤 贵之汤 大青龙汤 里面全是麻黄 与贵之相配 你说它是肺气不宣 还是肺气不降 肺气不宣 所以它的几个治疗 都是肺气不宣 是不是 麻黄贵之 都是心闻 要全散的 增加肺的 宣发的作用 什么叫肺气不宣 我们在临床 怎么变它是肺气不宣 怎么变它是肺气不宣 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 很多患者咳嗽 他咳嗽的时候 他必须要拔气 他使劲往上提口气 因为什么 肺的宣发功能不行 所以他必须要这么咳嗽 他要提一口气在咳嗽 就是肺气不宣 他常把一口气 使肺的宣发功能增强 但是还有一些人咳嗽 你看 肺气不降会总咳嗽 你看贵之在后果性子上 他用的是后果和性瘾 都是降肺气的 他就得知道肺气不降的咳嗽 所以他要是后果苦降的 性瘾苦降的 要降肺气 这个都是宣肺的 这个叫降肺的 但是肺是宣发速降的统一 你在临床要变 是宣多还是降多 你不要说这人来咳嗽 这么咳嗽 你还给这人宣 这个都属于肺气不降 肺气宣太多了 你应该已经降一降肺气 你结果还给你宣肺的 你越宣它越重 越宣它越重 当没吃你药还没人咳嗽 吃完你要晚上咳得更重了 你整反了 所以那个是废气 什么呀 不宣 废气不降 你要变好 到底是以哪个为主 不宣的 你才有宣肺 用这么多心扇子要宣肺 你看小葱汤 麻婆 桂枝 干姜 细心半下 全是心 心都往外散 它都是肺气不宣的 桂枝加后果性子汤 后果性是降肺气的 是知道肺气不降的 最开始我特别的小瞧 这种方式 我觉得桂枝加后果性子汤 这方式能在临床当中 你用不上吗 其实不是用不上 有一些反复性可喘的患者 反复性可喘的患者 体质比较弱的 经常容易感冒的 是不是 你看他舌质比较淡的 胎也多白 总爱感冒 是不是 动不动出爱出汗 食欲也不好 面黄激瘦的 是不是 你这个桂枝加后果性子汤 它的疗效非常显著 我们合上一个玉冰风伞 黄旗白珠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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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这手方记下来 一些儿童 比如说在你的门诊 这人反复的感冒咳嗽 每次感冒都咳嗽 打完这以后都不爱吃饭了 甚至咳嗽都不爱好的 是不是 你把这手方作为调体脂应用 平时就给他吃点这手手方 增加抵抗力免疫功能 效果非常非常好 试用一段时间以后 他也不感冒了 感冒之后他也不容易咳嗽了 黄芪15颗 白猪10颗 芳芳6颗 玉冰芳散 不要剂量大 剂量大不行 我们剂量小一些 黄芪配白猪 大家看这是健脾的吗 我们中医讲叫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而中医学也有一句话叫做 脾主为之味 什么叫脾主为之味 也就是营味的功能 营味哪来的 是你脾胃 运化而来的 所以脾胃的功能好 你营味的功能才好 营味的功能好 就代表你的免疫力 抵抗力才强 所以我们中医学调扁力力 调抵抗力必须你健脾 所以黄芪白猪来健脾的防风 去外来的风邪的 因为你抵抗力弱 就容易感受风邪 加上方风 加上桂枝加后果杏子汤 以桂枝汤作为架构 调和营味 调和气血 调和脾胃 调和阴阳 它作为一个调和剂来应用 加后果杏子 能够降气 能够平传 加上僵强和地容 因为现在过敏的比较多 缓解这种气大的经纶 防止它过敏 所以这种方式 我们作为调解体质应用 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这种方式没有成绩 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 也经常应用 也经常应用 这个是我们讲的 贵枝加后果杏子汤 贵枝加后果杏子汤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了 这个发汗的方法 发汗的方法 就是这四手方剂 你要把它掌握好 把它掌握好 其实我们说了 伤寒论里面 所应用的方剂 都是经方 都是临床疗效 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下期课 我再继续给大家讲 亲热的方法 这叫磕船 再讲通面的方法 制磕船 再讲利尿的方法 制磕船 再讲苏达少阳的方法 制磕船 再讲话坛的方法 制磕船 再讲画师的方法 制磕船 再讲寒热同调的方法 制磕船 这是我们讲的 制磕船八法 这八法 你掌握好了以后 在临床当中 真是如骨便宜 然后多法组合 然后多法组合 那么面对很多 错证处杂的 呼吸系统疾病 你都能够取得 非常非常好的疗效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只是把 呼吸系统疾病 伤寒论当中 有关咳船的 八法当中的 第一方法 发汗的方法 制磕船 我们就给大家 讲解到这 这些方式啊 大家在临床当中 一翻译地去试验一下 临床疗效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当我们把 沙罕论当中 这些可传的方式 都讲解完之后 你这可传 又有别的新的认识 那么今天 我就讲讲到这 我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杨老师也来 那个大家啊 买过我这个 沙罕讲稿了 你回家看一看 有些条文的解释啊 你没有事的 你读一读 因为有一些 沙罕论 我们原本 我发现大家 对这个经典 原本的理解呀 实在是理解到位 理解不到位 其实商行和金贵 要略可以算是我们 中医学当中 最为经典的两本书 你要想思路清晰 你要想思路开阔 你这个经典 你必须要 滚瓜乱熟的 一说什么什么 你马上张罗就你来的 是不是 你这才能运用的好 不然的话 一说贵之家 和我心思当 连条文都不知道呢 对不对 因为我是 带着给你们讲解一下 给你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看到大家的基础 好像都稍稍差一点点 不是对沙罕论 那么好 对不对 你起码原本 你都得知道啊 连原本什么意思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来一个病人 你说都是可管的 你用麻红糖 还有小生糖 还有大生糖 你不得变一变吗 对不对 你不得变一变吗 这个是我们 临床要求掌握的 而且每一个病机 你都得知道 对不对 你看麻红糖 是单纯的风寒外形 大生糖 是外有风寒 里面有点内热 小生糖 是外有风寒 里面有点水 贵之家 后果性子汤呢 是不是 外有风寒 里面有肺气不力 外面有风寒 里面有肺气不力 所以像麻红糖 像小青龙汤 像贵之家 后果性子汤 在临床 都不能用于热症的治疗 有热症 你得加减 尽量不要用于它 知道热症 都是治疗 这种含鞋为主的 大青龙汤 里面有石膏 可以用一点点热 小青龙汤 有热 可以少加一点点石膏 你看我们 大家注意没有 石膏 在我们临床当中 有内热的 我们经常要加用石膏 因为石膏 是新寒制品 新能够帮助 这些节表 外散 外透的力量 所以石膏 本身也能够接受 再有石膏 是含量制品 能够清内热 它不像一般的 苦含药 能动大便的 是不是 所以这点 大家要把握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 发汗的方法 为大家讲解的 下一次呢 我们把这个 几把都讲完了 然后有时间 讲到哪一首方记的时候 我就会给你 过两个用 是不是 你看这几首方记 主要都用于心感的 你包括像那些 利尿法呀 还有含热挫打法 输达 输达 校养方法 治疗咳喘病 那都是治疗什么呀 无菌性的 就是没有严正延期的科砖 都是一些变异性校船 都是不是严正延期的 所以它每一个的适应症 都是不一样的 等讲到的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 哪些方能治疗校船 哪些方能治疗 非严正性的 这个你就能够 很好的选择 很好的选择 不然有严正延期的船 你用输达 上乡法 那肯定是没有效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来吧 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杨老师 先继续之后一个慢点 莎兰特呢 我们讲的这个 五妹也就是失眠症 那么失眠症呢 我跟大家讲到 它的主要病位是在心 主要病位是在心 在与肝脱性密切相关 那么它主要的这个病理 病理的改变呢 就是阴阳不咎 也就是阳不咎 与神不守舍 治疗原则一定要记住 它是虚者补之 实者卸之的基础上 加上安神定治之体 然后呢 它分虚症和实症 我给大家讲的 第一个证则 就是实症的证则 肝活扰心症 肝活扰心症呢 它的主要领导表现 除了失眠多梦 或者彻厌不眠以外 伴随的症状是它的变症要点 因为所有次的症状都是一样的 伴随的症状呢 比如说 繁肇 易怒 目质 耳鸣 为什么呀 用肝开胜目 对吧 耳是它丧胆胆 从耳前 弱耳动 出着耳中 肝胆如火 肝胆相照 然后出现呢 口肝呢 口苦啊 这样的现象 包括鞋类的障碰 蛇红 胎是黄的 脉呢 是学术有利益的这种情况下 这是肝活绕心的保证 是目前来讲 最为常见的一个阵型 治疗呢 就是心肝 蟹火 所以安神 学了这种方计呢 我给大家写的 主要是三种方计 第一种方计 是蟹青丸 蟹青丸 它专门是治疗 这个肝胆火胜 蟹青丸 就是蟹肝火的 蟹肝火的 肝就是这个意思 它主要治疗肝火 治疗 所引起的这种 像耳鸣啊 耳聋啊 这种目次啊 口苦啊 邪力战痛 所以当肝火 治疗的时候 手选的是最 把力量最强的 就是蟹青丸 然后呢 骑士之后 比如火下去了 或者是没有这么强 手选 第二个方计呢 就是 蟹鱼通丁汤 去掉白蟹指 然后加入 重量安神之品 然后第三部呢 就是说 还有一种方计 叫龙胆蟹丸汤 它也是治疗 我们教材当中 都说它治疗 肝胆火剩 与其的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 必须是肝胆 湿热 湿热的特征 就是蛇 一定是红胎 红腻的 不是腻胎 你不能用它 这是三种情况 然后加上的是 镇静安神之品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安神之品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重镇安神的 一类是 氧气安神的 重镇安神 主要是用于 食症 新神般的食症 氧气安神 用于心神不安的虚症 而在食症当中 我也跟大家说了 一共给大家讲了 几个药物 第一组药物 诸杀我们就不用 用驰食和 增珠母代替 它既能够 镇静安神 就能平安显阳 第二组药物 是龙骨配上鼓利 也是镇静安神 平安显阳 镇静安神 就是这张 心悸正宗四面多梦 平安显阳 就是这张 头云 头冻 头云木悬的头冻 然后第三组药物 就是龙齿 配上子被齿 也能镇静安神 平安显阳 第四个 就是我提出了 一个虎鹤 配上单身 也能够镇静安神 但是在这些药物当中 我想问大家 如果这个人 既能够 取他镇静安神 又能够平安显阳 又能清单名物的情况下 你会选择哪一种 就这些雅力通骨的 就能清单名物 会选择哪两种 实时的真正物 因为真正物能够清单泄火 清单泄火 然后还有准的 就是龙齿被齿被齿 齿被齿 就能够清单名物 这两个是有刚所 就是在心神不明 犯有刚所引起的 这个雅力通鸭 在红尺的时候 这两个字是首选的 那么既能够镇静安神 入于实证 也能入于虚证的是哪一种 是首选 一个龙女配鼓力 就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 既能够镇静安神 又能够活血化鱼的 小乃鲁 因为在灵状当中 我们肯定要听区分 你家买酒都行 但是你总要有点 测证面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是我们讲的 肝火扰心 那么如果肝火扰心 再进一步演变 演变成什么 新火 叫做什么呢 新肝火旺 如果这个患者 在我讲的 跟着症状当中 伴有这个 出现了第二个 演变成 新肝火旺了 新肝火旺 新肝火旺 它会提出什么 这份呢 就是我在之前 剪的这个 刚火扰心的 这份上 伴有口舌生疮 口舌生疮 然后呢 糜烂疼痛 伴有心烦 不宁 然后舌尖 骨刺 也就是说 突出它新火 更生的情况下 我们 要怎样去治疗 伴有新肝火旺 也就是 本来这种肝火 肝火扰心 但是新火 更生了 已经出现 口舌生疮了 因为死为心治疗 所以就出现 口舌生疮 泥烂疼痛 心反不宁 死了点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 辨证的基础上 加上一些 清新火 安神的药物来治疗 因为我们那是 肝火扰心 再加上清新火 安神的药物来治疗 那么如果这些 纯粹的新火旺 没有肝心 里的症状 那就些心反 不是 那就是 那个 朱砂安神反 没有肝火 仅有新火旺 那你用 朱砂安神反 如果这些 既有肝心 里 又有这种 新肝火的旺 那就要在 苏肝的 这条肝火扰 就进入 加上清新 新火的基础 药物 在这里呢 我也总结 我老师的经验 给大家提出 几个药物 你在任何的 证程当中 出现新火旺 都可以加 那么第一主要 就是 黄莲 配单身 黄莲配单身 在任何 包括痰热 扰心 如果新火旺 你也可以这么加 为什么 加上清新火的 单身 配黄莲呢 你想想 黄莲这样 它能够清新火 它主要的说 是不是清新火 所以它清新火 的同时 它就能够安神 而单身 这个药呢 它是一个 活血化药 对吗 但它同时 也出了一句话 叫做 一物单身 公同私物 既能够活血化药 又能够补血 又能够量血 它又是良性的 对不对 而单身 这个药呢 在 重庆堂 水里当中 专门提出了一句话 在重庆堂 水里当中 它就提出来 说什么呢 单身 清雪中之火 不能安神 定制 清雪中之火 不能安神定制 黄连是直接清新火的 单身 也能够清雪中之火 不能安神定制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心火望中的时候 心主血脉 心主神制 火一望 就会找心 出现心主血脉的功能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所以可以好长清雪 或者清风雪晕 或者血分有热 所以黄连清新中的 气氛之热 而单身呢 清新中的 这个血氛之热 清雪中之火 所以呢 不能安神定制 除了厨房来安神 这是治本的方法 治本的方法 第一个药物 就是黄连配单身 其实就是清新火 安神的 清新火 安神的第一个药物 对 那么它也是力量 相比来是最强的 无论在任何 辩认症当中 出现心火 就可以加这两种药物 那么第二种药物呢 就叫 莲指心 莲指心配单身 配单身 还是单身 主要注意 一气一血 因为莲指心这个药物呢 它也有一个作用 清新火 而且焦通新鎮 清新火 焦通新鎮 谨慎 安神 清新火 焦通新鎮 安神 单身的还是入血分 莲指心在入气分 黄连一般用十克 单身在中三十克 然后呢 莲指心也是中十克 单身在中三十克 如果说他俩之间比的话 那么肯定是黄连 这一种清新火的力量 要比他强 比他更狠一些 力量更重一些 然后呢 第三种药物 就是 支纸配豆豉 对了 支纸配豆豉 支纸十五克 蛋豆豉二十克 他是干嘛呢 清新火 除烦安神 清新火 除烦安神 那么这是三种药物 支纸齿汤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桑海论》当中 就提到了什么呀 发泛若吐若下后 这么心繁复的连 若聚热 必反复颠倒 心中懊恼 支纸齿汤 除之 对吧 若扫气者 支纸干潮齿汤 组织 若欧忍 支纸生家 齿汤组织 那么在这里 就看看有没有 别的症状 首先我们说 就是支纸齿汤 发泛若吐若下后 心繁复不能连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治疗心繁的 心繁复不能连之后呢 他是若聚者 反复颠倒 心中懊恼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在《桑海论》当中 提到了 是无形热血 流扰胸 这叫做一个虚凡 这个虚凡呢 他不是指的是虚火 我们火不是 指火有虚火吗 《桑海论》当中 把他提了 他治疗这种虚凡 虚凡不得连 虚凡两个字 指的是这个火 没有与有形的 病理残物相搁结 也就是没有与 有形的食邪相搁结 所以《桑海论》 把他称为虚凡 虚凡不得连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论是虚火 虚火那不得 自母皇买出来的吗 只有食火 才能弄自止啊 所以说没有 有形的食邪相搁结 出现了虚反复的棉 虚反复的棉 这种食火扰心 说是无形热血 流扰凶格 孕育熏凶 所导致的这种烦 然后呢 他说若聚了 必反复颠倒 什么叫反复颠倒啊 就是坐卧不宁 转转反射 心烦的来回遮 半夜睡不着觉 你问问他 你心烦不凡 有人说可可烦了 看着别人 互不打空气 就特别生气 所以烦他就是游火 心火扰 所以说导致的 反复颠倒 心如懊恼 是什么意思呢 是心烦的特别压重 莫可名状 没法形容 烦死了 你看有人来看病毒 心都烦死了 就这种 他就有明显的心烦 然后呢 用的是 吃吃吃糖骨质 然后在这个方 在他的 方后住的时候说 叫什么 得吐后止 后福 啥意思 就说乎安的量 有这一家人 虽然说他吐啊 其实乎安他也不吐 我们天天都在孕堂 任何正确 老公主心火都可以用它 那么因为他是啥 他是无形状 有咬胸格 胸格栽丧 栽丧 栽丧有个特点 叫做其在丧着 一尔月之 有一种火鞋 得以散的 去鞋的这样一种趋势 所以说得吐后死后福 也有的一家注解说 所以应该是 隔汗后止后福 因为现在犯了死 不能发汗吗 其实呢 服完知识汤 不管是有汗没汗 不管是有吐没吐 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其实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只要是心烦的 碎不着旧的 你可以用知识汤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知识这药呢 是清火除烦 清火除烦 然后呢 蛋肉齿这个药呢 它是干嘛呀 蛋肉齿 它主要是 结表除烦 结表 除烦 你看这一点呢 就区别了 它是清火除烦 而它呢 却是结表除烦 所以知识汤 虽然也清清火 但它最主要的是 体验一个繁殖 体验一个繁殖 你看我给大家 讲到一个这个 讲到这个清清火 这配偶的作用当中 一共有三种 黄莲和佩单身 既性气氛的清火 又清血分的火 所以它清火安神 是本质品 力量最强的 骑士的时候 火没有在那里 用廉指心配安神 既能清清火 又能交通心的安神 这是它 两个 轻重的 轻的 然后知识汤 主要体验出 一个清火的烦来 别人刚老烦了 为啥 一个是清火除烦 一个是结疗除烦 就体验出个烦制 以烦为种的清火 不要用资识汤来治疗 这是 如果这种新火旺的情况下 就在我们辩证的基础上 你认识一对 根据情况 认识一对 然后呢 我们在铃城当中 还有一种药物 就是也以黄莲为主 技术配武的 就是黄莲 配上香菇 我分享给大家 把这都讲了 这里的多数药 小完之后 你就可以在 变证选方式的情况 随意喝就喝 多分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对药物呢 是相互 配上黄莲 这一堵药物是干什么的 叫什么方式的 这个不是像香菇 玩成木香 它叫黄鹤丹 对不对 黄鹤丹 主要来源于韩斯一通 它俩的特点呢 既能够酥干解育 又能够清新火 清新火 除烦 清新除烦 酥干解育 清新除烦 然后呢 就能够酥干解育 酥干解育 也就是说 这个既有甘果 既有甘心不输 那又有新火 你在变成鸡肉汤 你就可以 用它一堆药 也可以 比如这些是谈热药心 不行 虽然有谈热药心 还有刚果 还有情质 还有他 所以就配上小堆药 这叫黄莲 配上这个香菇 这叫黄鹤丹 敬心 出烦 用的酥干解育 那么还有一个药 大家想到吗 以黄莲一种的心 就是我的一个城堡 就安神的 还能想到吗 黄莲 配肉贵 这一堆大家知道吗 对呀 这次交太满 这一个是啥时候用呢 嗯 黄莲 心身不丢 啥时候是心身不丢 咋的心身不丢 就换点枕了 几天心身不丢吧 对呀 就是必须得是啥呢 上边是心我抗生 下边是肾养不丢 这个时候的心身不丢 你才用黄莲和肉贵呢 那你一堂最典型的表面 上边心烦的不丢 舌尖红 甚至口舌中光 下边脚拉着冰凉 腿往下冰凉 所以这才是一个 上热下寒的心身不丢 你才能够用黄莲肉贵 要不你不能用黄莲和肉贵 那么黄莲和肉贵呢 它最早是来源于 韩四一通 韩四一通当中呢 就是它以生黄莲 以生黄莲为君 然后呢 卓以观味骚取 然后说它能打的 说它能够是 心肾焦于亲客 但是它 在韩神医院当中呢 并没有听说叫焦太丸来 其中这个名称呢 是谁呢 就是李东元 在体位论当中 论饮酒过伤的时候 他提出焦太丸 也有帮助他肉贵什么药 但是呢 他虽然叫焦太丸 但他治疗的不是 心肾不焦为主的食言 他的药味特别多 他俩还不是主要 真正的既把它叫焦太丸 又说它是焦通心肾 能安神的呢 当属于清代的 清代的王世雄 在四个解药方当中 才真正把它 听说既叫焦太丸 然后呢 又是这染药为主要 但是他提到了 以什么 以黄莲 黄莲它是你五钱 然后肉贵是五分 你看他这个比例 黄莲是五钱 肉贵是五分 然后以白蜜为玩 然后以盐堂 盐堂空谱给他补用 然后说他能够治疗心肾不焦 正度五位 他叫焦太丸 所以他的比例是什么呢 就是十比一 咋意思 那这个你二十比十就行了 这个就是十比 十比一的比例 五钱有五分吗 不就是十比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吗 所以他焦通心肾于清客 所以他治疗这个 清新不焦的 所以焦太丸呢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第一 一要教育他的变成要点 第一 心火抗胜 那么第二是肾氧不足 心火抗胜主要表现为 心烦 口舌生疮 心的舌尖 股质 肾氧不足 表现为 下肢的矿 下肢的胎 腰酸 或者出现那个 包括这种 就是性质的下降 这个方面 他表现阳虚 但是至于他俩的比例 怎么给他比例 其实我们在灵状当中 我们老师常常就是 比如说十比三 比如说十比五 甚至是把他俩要个 对不对 还有的是真正十比这种五呢 所以在灵状当中 是我们 知道他原本之后的 我们主要跟那患者的长度 你自己去配比 比如说自己人心火吧 但是肾氧也不足 我用死比三 也是可以的 阳虚 甚至有的人 腿冰凉 你用死比五也可以 甚至有的人 肾氧不足为主 骚扰有点心火 你就掉到这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学东西 不能学识的 主要看他寒和热 心火和肾氧的一个努力 程度 你自己去配武 到底应该怎么用 到底应该怎么用 因为正常的心肾香蕉呢 就是说心不是在上嘛 对不对 心是熟火的 它是在上 然后呢 肾是煮水的 它是在下 对不对 心肾香蕉不是 心火给下焦 就肾吗 然后助肾氧 使肾水不寒 然后肾水呢 上济于心 助心也使心火不亢 所以这个叫 心肾香蕉 水火祭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了 这个肾水 为什么它不能 上浇于这个心火 为什么不能下浇于肾氧呢 助肾氧呢 肾水水 我们想它是什么呀 水它不是一个阴性的吗 水月孕下 它咋能上去浇心火去 靠肾氧 对 它是靠肾氧的中路作用 才能使肾水 丧浇于心火 所以你看 你现在你肾氧 独立的情况下 它不能震动 水月上来生焦 心火就实际往上忘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心火忘 你跟黄脸 实际在清心火 把这抗准的心火 给它解决了 然后呢 你这个肾水不如 肾氧不如 不能够蒸动 肾水上去 你给它加肉贵 来干嘛呢 给它蒸动 使这个肾氧 上浇 之后 肾氧 然后呢 它还有啥特别 叫做引火归缘 你不上来就火 你得引下来 这叫引火归缘 那不然的话 你用别的 你不衍生 你腹脂不温身 你露脚片不温身 你能交通鲜身吗 它也不会来这个火 所以黄脸肉贵这个样子 既能补肾羊 又能够引火归缘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在理性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用黄脸肉贵 这是几种 都是药 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就是 我跟大家讲的 又发有心的火旺子了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 是这种什么呢 这个干于血须疲弱的呢 就是没有火的 这都在于消瘤症 一瘤症 神经衰弱的呀 神经过程症这些患者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 就是一个 干于血须疲弱的 没火呀 我们用哪个防治来治疗呢 消瘤症 对大家都知道 消瘤症的治疗 那我问你 它的主症是什么 主症是什么 才能是这个 首先我们说这个 患者没有干于血症 对不对 你病症的时候 有火的你知道 它死瘤太多 没有火的呢 比如它有干于血症吗 你才能弄它吧 干于血症 胸闷气短 对呀 胸闷气短 散开起 情治抑郁 邪泪胀痛 胜者有雷和气 对不对 我不写了 就是那些 那些干于的症状 然后还有血症的症状 血症的症状 就是比如说 面色无华 面色尾黄 不是女肚症 对不对 过三 额血都不足了吗 血症不足吗 面色尾黄 面色无华 月经亮嗓 这是不是血症了 对吧 所以体到一个干于 一个血症 另外还得考虑一个皮络 这个皮络呢 就是什么呀 乏力了 对呀 食少 辅障 变长 对吧 乏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 忍得了干于血虚了 皮络了 这个时候有很多 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人 特别乏力 没有火 一看蛇是淡的 它是白的 然后还睡不了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消散来治疗 那消散我们正常 整个合法呢 这是由一个 食症之后 就两边成一个虚症了 对不对 就是这几个方 你看看 于老师也想这几个方了 你同样像一个 同样是一个方式 它就治疗的病不一样 它传到后面的夹点 同样是这个病 能治解解 那你治解解 你后边家不是啥呀 那家化痰的 化瘀的 软肩散结的 你这失眠 这也治疗家传 一家安神定制的 你这通经的 家伙有化瘀的 对不对 我们搜 边封边楼 全在搜口吗 你方船对的不行吗 你后边那种对的吗 所以大微白桑 柴虎 薄荷 反船复复 其实咱们用的 也都是这么些方 然后呢 不灵 白猪 干烤 那么我们在灵状当中 在这个基础上 最常加的药物 给大家写的 因为前几个花呢 我都没有给大家写 我直接告诉你 加什么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花 马上给大家写上 如果这个抑郁症的患者 对吧 或者失眠症的患者 它完全没有火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用消散 正常出来 你可以合照 这个是什么 什么方 干干大草汤 对不对 然后再合上什么 合昏皮 夜流疼 炒炒炒炎 所以这样事的患者呢 他吃完之后呢 他既能够酥肝 减于羊血 健体 那么同时呢 他也能够养心安神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的 一个干条小麦 小大的 干干大草汤 干干大草汤的问题 这也是张忠景 在中央药局当中的一种名发 谁能被这个挑的 小微鬼 这个可神弄 可神弄了 这就是和你谁听过的 那一阵的 谁听说过的 为什么 谁会被 过人账到 对吧 你这得知道 要不知道的话 做人账到 起悲伤欲哭 向如神灵所作 宿欲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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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大草汤 走 对 宿欲哭 啊 陷入神灵所作 对 宿欲哭 干杯大草汤 这就是干杯大草汤 治疗 藏道的 你看他治疗是什么 他说这个藏道呢 确实一家呢 对他可以论述是不一样的 有的一家说这个藏呢 是心藏 藏道是心藏的 藏力不足 所导致的 有人说不行 这是纸藏 因为富人嘛 是职工 这个 啊 藏道 其实呢 后来说呢 武当哪个都行 爱他 谁谁 谁也不用管了 就是富人仗道 他说喜悲伤欲哭 就是这个人啊 就是没事总想不开 固点人没事总哭巴巴的 就爱掉眼泪 啊 喜悲伤欲哭 像如神灵所作 就是说呀 像有鬼有神 似的 没啥事 忠哭啥呀 总心情不好 总悲伤啊 精神恍惚 心神不安 睡眠不时 然后呢 数千神 一会儿啊千 一会儿啊千 有的是临床这样的患者 总是打阿千 问题咋的 一点就是没有 肿不爱睡觉 把心眼烦 把肿背上预呼 心眼不好 肿能啥子来呀 所以就传众 干杯大耳汤来组织 所以他就调整 调解忠神经 干潮小麦和大耳 这几个样 你说他这病题是啥 就这个病题呀 就是 就是 咋说呢 书上都说他是 什么呀 心眼不足 啊 干气不合 就是所有的教材当中 都体验 他说是心眼不足 干气不合 说到真的 但是呢 你看他这几个药物 你就看过他到底是干啥的 你看干啥 补气的 大耳 补气的 养血的 还是补气 也是干的 一个干瓶 一个干瓶 然后这个 胡小麦呢 是干寒的 是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养心的 养心除烦 明星安神的 所以整个药 他都是补气药 补气血的药 但是呢 说到法洛提到的是心眼不足 因为他提到一个照 照就好像是阴气 应该不足 但是整个药物都是干味的药 都是补气的药 所以我们中和来讲 其实他就是一个气血不足 就是气 都是补气血的药 我家人养心 补气不足 是由思虑 悲伤 过度之后 嚎上了这个 气血 然后嚎上气了之后呢 使这个气血 不能够滋养心安 所以神魂不安 所以就出现什么症状呢 就是精神恍惚 极乐不足 你就忘了 有什么精神恍惚 然后悲伤 欲苦 不能够制住 自己都控制不住 悲伤欲苦 然后常常出现什么呢 心神不宁 睡眠不实 然后总是打这个阿倩贫着 这种现象 就是女性的子无神经功能紊乱 神经衰弱 心做抑郁症啊 什么 不连气疑啊 反正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疾病 所以加上这个 它是指养安神剂 专门出发安神的 然后何欢皮和叶家糖 这两个药呢 何欢皮的话 是我们那场最愿意配舞的一顿一顿药了 何欢皮配叶糖 何欢皮这个药它能够疏干解育安神 就是解育安神 也叫月心安神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解育安神 也可以把它叫月心安神 这不写的是心情愉悦的意思 解育安神 月心安神的药药 解育安神 月心安神 而且呢 主要一个是解育安神 一个是月心安神 而且呢 它还有什么作用呢 像何欢皮这个药呢 它主要是书干解育 而夜胶疼呢 是阳血安神的 对不对 夜胶疼是手屋的疼 手屋是干嘛的呀 是阳血的 对吧 所以它是阳血安神 一个解育安神 和一个阳血安神配在一起 是不是和干于血躯所导致的思念呢 因为你干血不足啊 你干血不足的话 干煮长血煮出血 长血出血就努力 你长血不足 苏血就努力 所以它体育入阳 你长血不足了 夜胶疼能够养血安神 那么苏血无力的 何欢皮能够苏干解育 还能安神 所以正好符合它这个 干血和干育 这个两种情况 所以它俩配是最佳的配伍搭档 然后像我们说的这个 爪炎这个药 它主要是拿着补心肝脂血的 然后能够养心安神的 这样一个药物 所以配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取证 所以取证的配伍药物都是养的 这样的配伍 这种配伍搭档 像我们它是最合适的 而且何欢花这个药 在森农本场经当中提到什么 主安五丈立心志 令人欢乐无忧 欢乐无忧不还是解育安神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没有 没有活的 你就这样用 那你说这人有点我的呢 那你都单身潇散的 对不对 你家是资质搭档死呗 你自己看呢 对不对 你就看他这情况 你心火还是有肝火 那么从一个实证 就可以变成一个虚实夹杂症 也可以变成一个虚症 其实就差这点火上 而且你看财物和薄荷 是送单一的吧 他俩养单一 他俩送单一 为什么薄荷我都没患呢 因为失眠的患者 打的脑子不清亮 睡不着 叫我脑子还泥乎 而不和这个药呢 它是一个心凉解了地 它能够透热 另外一个清晰同物 你看睡不着 叫脑子 就泥乎乎乎乎乎的 所以你用不着 怎么实际就能换 但是它带于弄入邪力 重症中 那你愿意加点相互义 也可以 你不加相互义 又能打着 你核完皮肤也解育用了 还有多少要解脱上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就够用了 那么这就是 以肝火为主的 以肝情之不畅 所引起的这几个疾病 我们这样的病毒组织 那病例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 大家就讲一个阵性 然后第二个阵性呢 就是谈热扰心 食症当中的 第二个阵性 谈热扰心 这个阵性的棒 在连同当中 也是最为不变的 因为现在人生活水 不好 成天吃 对不对 吃的体育功能也弱了 谈食水也剩了 医生所说的 用黄用意义的 有的是 所以这样的患者 我跟你说 就重要最好 是什么准理克服 我们为了 震了一下 停到大 那种戒算 这个特别的 这种恶心 呕吐 做恶梦 一系列这种都不是 所以那种谈热扰心呢 而且你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说 这么重要 还是要睡眠的 你把这一谈热化了 你血里面都不粘头了 要不然 你就给得过一些 你找把你老学说的 真的 你血里 它里面都谈过了 是粘力啊 所以肯定是不行 然后我们说 它的主动 还是以 思念多梦为主 扫梅多梦为主 然后它的辨证要点 就是辨证当中呢 关键的 怎么才能 正常它是谈热呢 它会扮有哪些正常呢 不一定要每一个都重念 要全了 那就不用干别的了 所以我就说 给你都举在大耳直的 首先这些人 比如说 形体肥胖 不一定都胖呢 我是说 形体肥胖的人多 为什么呢 为啥形体肥胖的人多呀 因为胖的人多是多弹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没有胖了 烧烟 烧烟和他们也得是弹 不用管 但是我给你写 形体肥胖 然后呢 胸闷 顽脾 最常见的 顽脾一下 肚子大 胸也闷 顽脾 是因为弹头容易阻塞气肌 所以有人总感觉腰边框 然后顽脾 这样的现象 胸闷顽脾 然后呢 恶心 恶心 或者是爱气 有时候打嗝都酥点 或者会总感觉凿着恶心 这种情况 还会专长呢 比如说口腹 吐咸 那里不一定都不见 但是呢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口口吐咸 然后他这种点点痰的症状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出现这个 胆血液晶 胆血液晶 出现什么呢 恶梦昏云 出现恶梦 痰若扰心的人 会出现这种 做恶梦这种现象 做恶梦 那么在西医 他的一个抗 这个失眠的 症状症状当中 听着有一个附着人 就是这个人出现恶梦 实际啥的附着人 那体质 长得一样 你的附着人就是 没有劲儿 你的附着人就骨折 你的附着人就是 肌力减退 高级四代 为什么你的附着人 就是恶梦昏云呢 其实他就是 每个体质 终于重型 不一样 所以他体现出来的这种 附着人 它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像什么呢 像这种 恶梦纷纭 惊记不宁 心突突跳 惊记不宁 就是心慌心跳 惊记不宁 或者出现什么呢 玄云 迷雾 玄云 镇的人还能出现什么 癫痫 有的人都有癫痫 发作 癫痫呢 最主要是弹着的 这样的一个 内障说导致的 癫痫内障说导致的 蛇胎是黄历的 关键在蛇胎 那瑜伽就不要讲 邪克了吗 蛇胎是黄历的 卖 是一个 华的 缩他硕 也可能是硕 卖华硕的 这样的现象 蛇胎黄历 卖华硕 这样的现象 大家看一下 不是说每一个人 把所有的正话 都要出现 比如说他出现 热梦纷 出现心机不宁 然后呢 一看蛇胎黎 他也是 对不对 只要蛇胎黎 腐头打一个 不是 蛇胎黎是最重要的 这种情况 既然是弹热 他就得清热化弹 所以安身 清热化弹 足以安身 方济 首选的方济是 对 黄莲温暖汤 但是在这里呢 我不给你写黄莲温暖汤 我给你写一个温暖汤 为什么呢 因为在银厂当中 它变化落彻 我会在温暖汤 基础上给你加味 加味之后 它就变成不同的温暖汤 包括叫什么呢 比如说黄莲温暖汤 财琴温暖汤 包括献胸温暖汤 会出现很多这种温暖汤 主要根据它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加味 那么温暖汤 我先给大家写上 有猪乳 鱼馅 陈皮 拌酱 竹铃 斑铃 最常加的两股安身药 一个加仓骨 远至 这是它的最佳配偶大大 还有呢 就是龙骨 牡蛎 然后再做别的 再加 竹鲁呢 三十克 纸鞘十克 陈皮十克 半下十克 扶铃三十克 甘草十克 仓骨二十 远至十克 龙骨和牡蛎 各三十克 温暖汤它是来源于四一德消防 四一德消防 胆胃部和弹热内壤 是它的一个主要病菌 胆胃部和弹热内壤 是它的一个主要病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竹鲁这个药 它可以清热化痰 除凡止殴 治疗虚凡不眠 医学部门当中 说竹鲁 能够治疗什么呢 是虚凡 不眠 虚凡不眠 它是一个清热化痰 除凡止殴的药 它和导痰堂有啥区别呢 为什么一会儿用 温暖汤 一会儿用导痰堂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导痴 对 你看 小薇就挺明白就说了 因为什么呀 虽然它都是以二神堂 作为基础方的 但是胆心的主要处 是去经过之痰 而竹鲁 它不是 它们除凡 能够安神 能够清热化痰 止殴 它止殴的力量强 恶心吗 你不是天天恶心吗 对不对 你们心烦心不着觉吗 所以你看这个方导 虽然没有直接安神药 但是竹鲁这个药 本身就治疗虚凡不眠 医学部门说的 清热化痰除凡 除凡 所以它能治疗虚凡不眠 也指的是这种 弹热所导的虚凡不眠 它能安神 对吧 首先说安神了 还有种植 然后这个半价这个药呢 现代药的药研究 半价 确确实有镇静催眠的作用 而且我想有半价哭炒它呀 半价苏米汤啊 在国内内应呢 我们不提到了半价苏米汤吗 中门知道安神呢 焦虫阴阳 弹热那样 弹丝那样的嘛 所以它是一个能够安神 能够镇静安神 现在要联究 你看福灵 这球量点这么大呀 因为福灵能凝心安神 就包括我刚才讲 小小小的时候 平时福灵可能用15克来建民 你看到安神 那个福灵马上量就大了 因为取它明显安神的一个作用 然后你看 加上为什么要加这一股药物呢 是我们在灵魂当中认为是最佳的配物组合呢 因为拆土配远制 这两个药能咋的 化痰开窍 焦通心肾安神 你不是痰吗 它能化痰开窍 所以你要配它是最好的拆土配远制 再有一个 为什么加龙武军武力啊 化痰开窍 对 它重症安神的同事 因为它是食症啊 弹热啊 所以你要重症安神 但是它还是化痰去身体 所以你这样的配物 是最佳的一个配物达当 最佳的配物达当 假如这个患者 他这个心 所谓弹热扰心 这个心股比较重 你看脂肪挺红 那么我们加啥 对了 你看你就往这加一个黄莲力单身 你看是不是优质黄莲温暖汤 对不 黄莲温暖汤你加个单身 一起气氛 一心血氛的 还能安神定制 这就完成了 多好啊 一配合 所以这不是心火旺吗 所导致的 所以这叫什么呀 叫做黄莲温暖汤 心火旺呢 舌尖通红的 心也滑的 认为温暖汤除了力量不强的 你再加个汤 基于这个二臣汤呢 温暖汤详细的 我就问大家简了 什么狐莲 一味四五代医书 余老师浊在海岛 我来呢 我就不在所 所以你这种方言当中 你看他安神要 看是少 其实特别好用 竹竹能安神 跟厨凡 伴下能镇静安神 狐莲能明星安神 苍不远日能安神 狐莲母猎重战安神 他俩清新火 单身还能够凉血清新安神 所以他安神力量很强 那么这个是 他有新火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呢 我给大家呢 做了几个 他的这样一个变幻 做了一个变幻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 胃网部的胀满 不在 甚至疼痛 不适的感觉 你会在预期中上 会加上啥呢 胃部的劲 因为这裹一不合复 我不管怎么 喂老难受 这个堵不上了 脏的话 现在按着都疼 还是舌骨 还有筷力按 我们会加啥 你就把这个单身 就是说实际的话 你就直接加上 黄莲配瓜 我们看了还变成啥 春天几年糖 对呀 这叫信胸的腾汤 那不能五遍 就加了它 十克 三十克 为啥这要加糖呢 为啥加小姐胸汤呢 小姐胸绿正在心下 暗直折痛 对吧 慢独发者 小姐胸汤同时 小姐胸汤专门知道 痰热护解的 她既能够 拜下黄莲瓜楼的这想要 能够清了化痰开解 所以你要 为了不能 就是堵的那脏啊 然后一暗着身子还疼啊 还不舒服啊 你就用献胸问蛋汤 你看 用黄莲温蛋汤 连变成 火不重的 用黄莲用温蛋汤 火再重点的 用黄莲温蛋汤 你再堵的 你可以用献胸温蛋汤 来治疗 献胸温蛋汤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 同样是这种情况 但是整个大病肝 咳嗣特别红 除了胎黄蜜以外呢 第一个黄莲温蛋汤 第二个 把有心下骨骨灯再吃一遍 叫做献胸温蛋汤 但都将为安心 一想了 我说啥 火特别重呢 死指特别红 它特别红 你大便还敢叶的 献胸温蛋汤 就是这么说 它火热度比较重 献胸温蛋汤 大黄 黄芹 黄莲 加上它是清火的力量 火重吗 而且大黄能直接 突变呢 而且你知道这个三黄吗 三黄 黄芹 黄芹 黄莲 献胸汤 大黄 这一仨要有个特点 都能够造 都是苦造物的 造物它能够造湿 造湿就能化这个弹湿 所以三黄 既能清热泄火 火重的也可以用它 还能清热照湿 就是弹湿重的 你还可以用它 还能清热解毒 热能重的 你还可以用它 所以你要清热泄火 清热照湿 清热解毒 所以这些热太剩了 大便都干了 你直接用泄心的赶 配成唱片 这是龙国鼓励 来这样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 这是热重变肝 来 热重变肝 第四个 如果这边变糖 大便年龄不索 失邪特别重 年龄不索 口还粘 大便还粘 还睡不好觉 这种情况呢 我这写着这个 变糖的 这是电缸的 火重的 这是心下 心下 堵的 对吧 心下这块 堵 写着皮吧 心下比较堵的 这个 那个是心 我忘了的 那这个大便糖 那加啥呢 其实这一点呢 就能安神 还能吃到大便糖的 那就加 拌一下 酥米汤 拌一下 草米汤 更好 对不对 就是拌一下 草米汤 拌一下草米汤 你就把这几个药一去 拌一下都剩成去了 咱也不用改了 都有了 哪里头都拌一下了 然后 我们就这两样 不要之后 加上 一米 加上 枯草 三十 二十 这玩意儿呢 拌一下草米汤 拌一下草米汤 我不是说了吗 拌一下草米汤 是两个方 一个是拌一下 枯草汤 一个是拌一下 苏米汤 这个苏米这个药呢 在医家解释下 有人说 用什么 用什么大黄 那个粘米 有人说又是高粱米 我们现在凑住一米 来治疗 然后一米 它能见底出食 能够粒水消毒 它本身它就能够 这米的 能够出食的 能吃到大便 连离不爽的 另外一个提到 那个拌一下草米 它不说了吗 饮药后 福杯济年 药一杯了 马上就睡了 药到特别神奇 就是拌一下草米 拌一下和这个 拌一下和这个 艺人这两个配舞 福杯避免的 愣了就吃着就睡着了 然后班下苦草 呢 班下苦草 它也是一个 特别的男人 在这个 路里田 清代路里田 在那什么 在冷农一块 当中 这有一段话 他说 你听一听 我就知道 他这个作用了 他说 于常治一人 自了不媚 什么呢 心肾坚苦之品 便用之 足之不孝 然后此其外呢 执行是阴阳伟和 这个阴阳估久 所导致的 所以 半下三千 苦草三千 浓坚之 得之几年 为啥呢 说半下 得治阴而生 苦草得治阳而长 说他 遂应阴阳 一个下去生 一个下去枯萎的 他俩能够 引阳入阴 所以说 使阴阳配合 这妙言 他俩就交通阴阳 半下配苦草 对不对 交通阴阳 是他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 你看半下还能化痰 苦草还能清火 你看不正好 适合痰热吗 化痰食吗 清火吗 还是适合痰热 痰食这种情况 所以半下草皮 他可不要小看他 一到时就给大家 讲过 这个小花 那口药 有一病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到过 半下草皮汤了 那么半下草皮汤 我们在铃汤当中 总结出 他能治疗哪些病症呢 这几个小花 他主要能治疗 这个 第一个半下草皮汤 配合在一起 他能治疗脾胃失热症 你啥时候想到他 就是脾胃失热症 你要显到他 慢下草皮汤 不要弹去小几个样 他效果特别好 就是说脾胃失热 就会出现什么呢 胃晚的超杂 超杂 然后呢 像烧心呢 反酸呢 出现超杂呀 我们说的 胃晚的这种超杂呀 出现你的烧心呢 反酸呢 这句指的是有热 还有胃失热症 啊 可心呢 或者是 出现口黏呢 变黏呢 这不就是吗 脾胃失热吗 你这个时候 你在配方的基础上 你就想到他了 他容易脾胃失热的 第二个 他能够治疗什么来着 叫弹热交紧 弹热交紧症 因为弹饮水师本是一家 只是他他行的部位不同 那么他的名称就是不同 弹和热交 因为半下能化弹 是能化弹 然后铺炒能清火 一米也能化弹 所以用弹火交点 弹和火 或者是叫弹热交点 都可以火和热 成程度的不同 那么弹热交点 在哪个部位呢 弹热交点 在哪个部位能够用它呢 可以是弹热丧蒙的 丧蒙心跳的可以用它 弹热扰心的可以用它 弹热扰神的可以用它 就是丧蒙 心跳的 你可以用它 然后呢 弹热扰心的 可以用它 扰神的 也可以用它 就是这个 只要是弹火交点 不得往哪儿走 你都能用它 弹热丧蒙清叫 那就头晕 头米一雾 不清亮 对不对 你也想到半下这个炒米糖 扰心就是心慌心跳 说到还利 所以你也能用它 还有扰神 那扰神又四年多梦呢 那不用说了 所以你也要用它 所以你看 这一个方法你学完之后 它就灵活用用 非常的灵活用用 那么第五个作用呢 就是治疗阴阳式调整 就是引阳入阴 第五个 这叫引阳入阴 交通阴阳 它就专门是交通阴阳的 就算它没有啥玩意儿 它就交 其它交通阴阳也可以 那变成新生 只要煎母 这都得用的都不好 如果真是谈热 你眼睛就看着了 它弄不腐色 你那不心呢 它就都没看着 所以最后中的半下古早上 就引阳动阴了 就是说它没有吃 它就是为它交通阴阳 也可以用它 也可以用它 然后第四个 就是治疗各种洗肉 洗肉 这个时候 比如说喂洗肉 尝洗肉 宝井洗肉 糖核 解决 余老师刚讲完解决这疾病 那么你也可以在变成情况 类似于讲这种有形的食节 为什么我们说用洗肉啥都能用它 因为你看呢 半下这个药能够挂痰 能够散结 对吧 下古炒这个药能清火 能够散结 伊米这个药呢 沥水扇湿 健脾 止蟹 除臂 排农 最后一个啥呀 解毒散结 都自癌肿 自叫油 你看 扁铜牛啊 猴质啊 那啥呀 那都是病毒 所以它确实有散结的时候 所以你自己要配这一瓶洗肉 糖核 其实它都有一定的良效 这些有肠洗肉 有胃洗肉 一堆洗肉啊 不知道啥臂的 有很多皮肚病 真的样 所以我可腻了 所以你要实际上 你配的这些药啊 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看一个半下炒米汤 我又给大家复习一下 融解一下 脾胃是热的 糖果交叠的 焦通 牙齿睡眠 这个也能助睡眠 治疗心脏病 治疗这种洗肉 解解 汤液 它都能知道吧 这是这个 然后呢 我怕给大伙辣了 所以我给你洗上脸 不洗上脸 我辣了 然后我都白准备了 对不对 这是到第几条了 我给你写几个了 四个 四个了吧 那么还有一种 比如这是干火生的 干火生 咱叫干火生吗 急到易怒 口干口苦 对吧 舌边是红 对啊 这样这么说 天天情之意 还有残骨啊 一看舌头还腻 所以这就是哪整呢 对 这叫财琴文弹汤 加财虎 和黄琴 你看财琴龙骨牡蜜吗 这不是财琴龙骨牡蜜汤 没有中间补药吗 你用财虎和黄琴 那都是15克 这也是弹热 但败有肝火 对吧 肝火引起弹热 我们经常认为财虎配黄琴 一个酥干鱼 一个是清干火 照亮配到温蛋汤 所以那个差了 所以下面你又写了一个财琴温蛋汤 用于肝火加弹热的 肝火加弹热 这个黄琴是最常用的 那这换的一来 就辣椒皮疤 开发鼻涕了 急到运动 睡眠 睡不好觉 甚至还做噩梦 一看舌头 还滴一台 还有肝火 还有弹热 那就是财琴温蛋汤 再加上唱片 这种物理 黄琴两块 就非常的好 这是有肝火的情况下 那么 还有情况 没有肝火 没有特别明显的火 火呢 你可以用财勺温蛋汤 财勺温蛋汤 就是财虎 白嫂 再加上 那财勺温蛋汤 可就是湿蜜温蛋汤了 有财虎白嫂 里面没有纸窍啊 纸窍白嫂吗 所以那叫四溜温蛋汤 也叫财勺温蛋汤 我们经常没用 这些舌头 可能是有一点点腻 还不是特别黄 就微微有点黄 舌质还不红 然后还有干物 还有这个情质不畅 那你就加上财勺白嫂 就合上四溜温蛋汤 再加长远 这种物理 没那么些火 你飞得去呢 你瞅准了 那有没有火呀 有火就是 太黄 舌质红 没火就是 舌质不红 但是太腻的 微微有一点点泛黄 这种情况 你就稍微 你就用它就可以了 上下有点白腻的 微微有点发黄 因为这个药本身 闻蛋汤 它清火力量 不是很强的 不是很强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才叫 也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人 既有气血不足 然后又有弹热绕心的 你看 斜合了吧 你看闻蛋汤 厉害不 既有气血不足 又有弹热绕心 这个能用哪个方呢 它著名的方法 这个 神奇 神奇可不足 此味儿温蛋汤 听过没有 诗医文 效法能录着 此味儿温蛋汤 没了 放 没了 我出写的 此味儿温蛋汤 里边是啥呢 它没有竹如 放下我先去写的纸线 纸线 陈毗,伴下,扶灵,丹草,找人,远至,五位子,找人,远至,五位子, 竹地,人生,看事实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著名的诗味儿问的,不是来自己编的,是这四一的校方里寄来的,诗味儿问他,弄于弹热内扰,兼有气节不同之症,这是诗味儿,我为啥没给他,因为我们在里面加上竹炉,你不加竹,他效果不好,诗味儿里面先是没有竹炉,但是我们在里面加上竹炉, 你看,你看,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著名的诗味儿问的,我们加上,原主是啥呢,加上早人,远至,五位子,最想要是养心安神,加俗地补血,气血嘛,人生补气,所以气血补足,弹热扰心,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你看,在这里基本上,你就自己夹呗,养心安神都已经够了,那么这个人如果有弹热扰心, 你这会不会太好,你再加点猪杂神,加点龙齿不也行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方法就挺好,就是气血补足,又兼有弹热扰心的,那么有没有气阴补足,兼有弹热扰心呢,还有,所以你可别小看他,我看这个方法我都不写,你自己写啊, 食味温糖糖,治疗是,气血补足,弹热扰心,气血补足,弹热扰心,他专门治疗,这个弹热扰心,气血补足,所导致,心虚胆怯,神志不灵的,第二,你再给我写一个,就是,啊,气阴,气阴补足,弹热扰心,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老师最强的一个方法,如果说到气阴补足,弹热扰心了,好吗,叫做变换食味温糖糖,你刚才这五公国家人选择的时候呢,叫变换食味温糖糖,把啥去了呢,把俗地去了,加上脉动,这就叫变换食味温糖糖,治疗气阴补足,弹热扰心, 蛇胎什么样的气阴不如呢 有的人这个蛇胎啊 它可能是这种蛇中间没有胎 可是两边还是个地胎 有的人是蛇尖没有胎 小胎 蛇中间还是个地胎 这边是个花博胎 旁边可厚可厚 中间还掉了发霉皮的 你就是一看又有胎热 又有咽伤 怎么你都不知咋地好了 完还心神不流 睡不着觉 这样的人有一种 你给它化痰 它胎肉脱了 像没有胎 像阴桑了 你要你给它养胎吗 胎更厚了 整不掉了 所以它是啥呢 它是既有气阴展区 又有胎热肺炒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叫著名的 变贯死耳温暖汤 你用它 这啥呢 你看这五位子 这脉胎中 这人生是啥 生卖眼 对不对 就是生卖眼 加点找人远是吗 你再加上温暖汤吗 这不是变贯了吗 小小温暖汤 让它炙啥 它炙啥 就是你看你怎么变换 怎么变换 我们说这些都是一家门 自己总结出来的 加上我们更新出神当中 老师总结出来的 我们反过重建老师 那么其实 其实你看温暖汤这种方式 它用于哪些方面的集中呢 第一个大家要知道 这温暖汤用于什么呢 用于心神方面的集中 你不写上 反正混合也不写上 你是不是写上吧 就在哪一块的时候 你能想到 能弄到温暖汤的时候 导痰汤 必须得在经络 在经络 不一样 也就是说温暖汤 首先在精神神志方面的时候 你要用它 精神情志方面 那么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时候 你也能用它 几大系统了 精神情志方面 能用它 失眠算不算精神情志疾病 算不算 所以首选问 你不能倒盘汤 不行 它不请你除盘死了 我不行用它 所以在精神情志方面 第二 在消化系统方面 就是这个人恶心呢 恶心呢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包括一些脉性的 胃胃养啊 对一些情况脾胃食恶的 你照样可以用它 所以在消化系统方面 可以用它 第三个 在呼吸系统 也可以用它 或有脉签 自己晚上 总有糖的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用它 而且在循环系统的时候 可以用它 因为心主血脉 心主神志 谈热 扰心所引起的 胸壁也好 心肌也好 手血都用得染它 你要知道 你看它中的多少 还有什么呢 学晕那时候 癫痫的时候 都可以用它 就是美尼尔中和症 旋云 癫痫 美尼尔中和症 所导致的风痰丧扰 半下白猪添麻汤 它有热吗 它不能有热吧 所以这一步 痰热丧扰 所以红利迷雾的 也可以用它 癫痫的人 口吐白沫 对吧 四肢抽出 口吐白沫 意识上是 猪牛叫声 你也可以用它 进行配舞 所以你看 这个方式呢 它就是在 在神智方面 在呼吸消化循环方面 啊 在神经过程 这种方面 用的是最多的 如果说我们在治疗 多男老婆 中疼症的情况下 哪里肯定 走起来 这胆心呢 就是把猪肉 就给它换了 如果在治疗 这种痰热 在经络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结解了 争生性疾病了 癌症了 就是这种疾病 说你不能用猪虎了 必用胆心了 它用经络之痰 这力量比较强 它们主要还是 胀腹之痰啊 胀腹之痰 和经络之痰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看 小小的一个温暖汤 经过我们这个 变换之后 由温暖汤 新火重 加上黄莲和丹森 就变成了黄莲温暖汤 能够清新火的力量 加强了 谈热内容 如果这些患者 出现心下的 肚脏 可能的病 感人信心温暖汤 如果这些患者 出现肝果 忘了口苦啊 急着一种 这种才行温暖汤 如果这些患者 火毒特别重 大便还敢给的 用泻心温暖汤 然后呢 如果这块大便还吸的 你可以用拌下草米温暖汤 然后加上安神之品 最常用的仓库原质 配荣物主义 那么就是整个一个 谈热 所谓 舌头逆来的 睡不着料 我相信都能够解决了 这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 差点啊 还能讲 谈热讲完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时政 那么就是 医学主心 所谈的时政 第3个 时政就这3个 医学主心 医学主心 那么医学主心 所谈的这种心神不灵的 思眠作梦的 多鉴于像什么呢 像心脚痛的患者呀 睡不着觉的呀 怪心病的患者 睡不着觉的呀 心脏支架以后心还疼 还睡不着 要的关系 有的是 是由医学主心 所谈的 常见于这种心脏疾病 它的这个 一个辩证要点 第一个 思眠作梦为主症 我就不写了 我这资料 它先知一写 第一个 它首先是 这才是主症 就是失眠多梦 失眠多梦 然后看看 那变症要点 就是在下面的时候 你才能变成 它是哪个症 来头这个病 那么 它会发现 哪些症状呢 你的肠子 怎样是学主心呢 胸痛 胸刺痛 对 胸痛 头不痛都可以 比如说胸痛 头痛 像胸中的憋闷 胸中的憋闷 不要以为都是 都是气质 有很多 它都是直接是 由血鱼为主的 气质为主的 头痛啊 胸痛啊 胸闷啊 然后什么呢 痛如真嗜啊 痛如疼的时候 问问 痛如真嗜 或者是呢 或者处有净处 对吧 是鱼血的指针 处有净处 还有什么 夜间加重 夜间加重 这些鱼血的指针 还有一个 最主要的是什么 口唇子弹 看它那个口唇 是指针 是咋的 口唇指针 这个血是比较常见的 舌头还没看到 咋的一个口唇确子 一号外就看到了 口唇指针 在它 疼痛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拔有这种口唇指针 有的人它就不疼 它口唇指针 然后舌头是什么样的 要是整个一笔血 舌头必须是 暗眼预半预月 一下子看到舌头就太有余了 你这才能 一个是疼得特别厉害 分刺啊 那个固有定处啊 巨岸呢 一眼痛肾呢 一个是什么呢 从舌头上 它俩是有一个都能符合它的成立 蛇指是紫暗的 特别暗 然后半有什么呢 预半 半有预半的舌头是有的字的 等下字 余老师给大伙 舌头 给大伙 录下来 舌头 如果这个患者是疼的 就明显比方这一个地方疼 通路增质 通路刀哥 然后夜间通肾 通路定数 那正常它也是一笔血 舌头不准 不按它也是一笔血 也得按这个字 如果这个人他不疼 他就实质案呢 有没有其他见证 他也是一血 然后还有死下静脉径当 就把口存子弹特别合一的 你看不疼他也是 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整个为 浴血主定 他没有残射 他没有肛果 他没有徐乡 他柔大于徐乡 他继续预备 啊这样来的啊 这种情况 那所以呢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就是活血化育 所以安生之法 活血化育 浊以安森 为什么我们总说浊以安森呢 因为前者才是真正治本的呢 不会治都个安森药 一个神也没按住 整治都会的 所以你必得治本 前边是治本的 后边是治他这个主政的 标本相结合 活血化育 浊以安森 最常的药是谁 血补猪蜘汤 对 血补猪蜘汤 血补猪蜘汤啊 血补猪蜘汤这种方法呢 可能讲过N式的 但是呢 因为它是平方 所以呢 讲了很多次 在治疗这个 必经的时候 后期量少的时候 我就提到了 我血补猪蜘汤 一行治疗 啊 这个既有血补 又有血补 还有气质 所以除不来越紧 你就用血补猪蜘汤 一眼它就来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 它能治疗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 因为什么 血补猪蜘汤 在日经改措当中呢 误入是十九条 对不对 十九条 这十九条的疾病 如果符了它 得死的话 你都可以用它 这样 十九条当中 它其实我们把它 归纳起来 它也就是 五个方面 就是五个方面的疾病 不要想到这个 血补猪蜘汤 所以我们学一种方便 你要学好 它伞的都能用 天天都这点花 谁开都这玩的 但是关键是 你变成得准备 后面的配舞 得合理 那么它一共是五个方面 血补猪蜘汤 它是这样的 第一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精 就是这种心理问题 你叫精神 心理的问题 心理问题 你可以规纳几个方面 十九条就好记了 有精神方面 有心理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要提到 精神心理问题呢 就是它提到 冒闷 急躁 肝气硬 灯露热 矛盾的毛 冒闷 急躁 这下十九条当中 你也提出来了 然后呢 肝气病 冒闷 急躁 肝气病 灯笼热 你看 十九条嘛 这就出现了四条了 冒闷 急躁 肝气病 什么是肝气病呢 就是这个人 无故爱发脾气 本来挺好的 这个人 这个人 无故爱发脾气 没点小事 肢老大了 灯笼热啥呀 就是 像心理热 手脚还冰凉 心烦 心热 手脚还冰凉 病凉凉凉 别以为阳虚 又给用司机散 对不对 感性不输 于学主治来的 灯笼热 还有急躁 这个病情 本来性格挺好的 这个病情特别急 肿发皮 急到 冒闷 那么也是一种 情志不畅这种疾病 所以他首先提到 精神心理问题的时候 如果符合 十指子案 预办于远 要想象它 第二个呢 就是睡眠障碍 障碍 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 他又提出了四条 叫做不眠 夜睡多梦 不眠 一条 然后呢 夜睡多梦 夜不安 小而夜敌 你看 这是不是睡眠的障碍 孤眠 大家就睡不着了 对不对 不眠 夜睡多梦 我不说了吗 他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 不易入睡 或者是 思眉思省 或者是 什么 眉而不寒 或者是 主爱做梦 你看这人 你睡不着觉的 天天睡觉 时间做梦的 你晚上 一惊一大的 不安 或者是 你这个 小人夜敌的 半夜 小孩 不是一 嗷 或者哭的 所以你看 都填在夜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说 为什么这个患者 会出现 夜晚的症状 包括痛都说了 夜晚加重 对不对 疼痛吗 雨雪的指正不是吗 什么痛有病处 痛处拒暗 夜晚加重 为什么要填 夜间的问题 血是阴的 对 因为血是熟阴的 所以晚上也是熟阴的 所以同气相求 越是晚上加重 越考虑雨雪 杂病一晚上重 你首先考虑 是不是有雨雪 所以才能夜间加重 这是这样 精神心灵的 体育和睡眠的障碍 那么第三个呢 主要是表现在消化 与消化有关的 就是与消化有关 如果与消化有关的时候 符合在这个问题 你要想到 什么呢 杠奥格力 杠奥格力 引水即将 引水即将 石至书入下 石至书入下 你看这些症状不都是与这种 消化已经有关吗 杠奥格力 引水即将 石至书入下 一般的石死瓦癌了 你看得脑血缩了 这个患者 把我天天冷的心 杠奥 枪 啥也吃了 车磨枪 你看这种 与消化有关的 杠奥格力 引水即将 石至书入下 你看 一个方法关 那个就是四点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与头胸部有关的 头胸部有关 第四个 与这个头 胸部 有关 石至书入下 这是原本当中提到的 与头胸有关的 它原本就知道 头痛 原本当中的目录 头痛 胸痛 心跳 心忙 心跳 心忙 然后呢 有个胸刃重物 对 胸刃重物 胸不认重物 那么这些啥意思呢 头疼的时候 不都通敲活血汤吗 四肖不认不起吗 你的血汤 注意汤 你的好事 这玩意儿 头痛 胸痛 胸中学乎学鱼 心跳 心忙 不要以为这些心跳 心忙 心中秃 你稳心 能稳住的 它是鱼学祖心来的 你学乎中去帮你做好事 然后提到什么 胸认重物和胸不认重物 就是说什么意思 有的人这胸 你这 就是啥都不能整 胸刀了 也都放不来气 一点东西都不能 盖一点衣服都沉 这叫胸不认重物 也是学乎学鱼来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胸认重物 不是 于血的证 应该是什么呢 巨案 这一幅巨案 它写案 它举例当中说 以老妇人 你知道吧 睡不着 叫心疼 怎么办 这奴人坐在这胸 它才能安稳 所以它胸认重物 胸不认重 只要是舌头 符合这个于血人 这些证 它都能做 那么第五个方面 它就是 什么呢 与这个 与这个汉 和这个热有关 与汉和热有关 汉和热有关当中 它就提到了一个啥的 叫做 晚发 与热有关 叫做晚发一阵热 天亮出汗 天亮汗出 晚发一阵热 天亮汗出 你看 有的人 晚上一阵阵热 你还以为他阴虚 你看一舌头 舌只上暗的 但预办预点 没有阴虚的症状 那他不是阴 他是雨雪来的 晚发一阵热 还有天亮出汗 出汗你也以为 阴虚到汗的 气不知也是 雨雪来的 所以呢 你看他在目录当中 19条 主要提案 哪些方面呢 当有精神 心理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出现明显的 舌只按预 预办预点 要考虑到他 最年障碍的时候 明显的一只血脂症的时候 你要想到他 然后呢 与消化性有关的 这些 刚好合体领水 滴腥的时候 你也要抗一下他 然后与头胸方面的 抗啊 瘟啊 你也要凶忍重 心不忍重 你也要想到他 再也就是与汗和热 有关的时候 把他一阵热 天亮粗汗 你也要想到 虚舞猪蜜糖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在离方当中 血舞猪蜜糖 应该怎么加减配五呢 我把这方式写成 写一个家里 最好用的一个配方 山地 八股龟 春秋 纸巢 草仁 红花 财符 纸巢 游戏 穿旧游戏 僧帝我们一般 享用二十 穿旧 飞中十五 使潮飞中十五到二十 桃仁十五 红花十克 他不补血了 所以不要 这样看一下 啊 开虎 紫巢 牛心 戒端 牛心 银血下行 三十二十都可以 戒端 戒端 十克就可以 那么这种 血舞猪蜜糖的 一个圆花 它就是一个 桃仁四五糖 合上一个 湿蜜散 加一个 牛心 银血下行 那么这些患者呢 他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啊 淤血主治之后 出现这种四年了 是因为 我们常说句话 叫做淤血 不去 心血 不生 对不对 那么神安 则妹 神不安 则虎妹 这个神怎么安呢 他是靠血的乳养 血是神的一个物质基础 所以这淤血 一主心了 他心血都不生了 血都倒不了 养不了神了 淤血主心 血不能够养人 所以他就出现 四年多梦了 所以这个时候 填在一个血的骨竹 淤肉生汤 他是以活血化鱼为主 又加了羊血之品 因为他有当归啊 对不对 尺少有酸性 他既活鸟化鱼 他用羊血 注意体骗了 这个血不养神的问题 淤血组织 血不养神吗 血是神的物质基础 另外一个 和尚四年线 因为气形和血形 四年线 加上一个紫窃 四年线 加上一个戒感 实际上戒感 它只像 我不也叫做紫洁汤吗 所以这条心中 憋悯欲死的 调整气体 是上下输入运动的 然后呢 牛皮是干嘛 活血化鱼 银血下输的 然后我们在历程当中 最常加入的 技能化鱼用的安神制品 单身骨骼 如果再加 可以加一个和魂皮 最常用的 比如说 加单身骨骼 你看这一等完 这个特别好等 或者是和魂皮 或者是和魂皮 单身和骨骼 这两层药 既能够活血化鱼 又能够 正心安神 然后呢 和魂皮这个 别小看他 他不光是解育安神 那么在他的 药物种程当中 说他入心 该血分 他能活血化鱼 这就跌打损伤 所以既能够 安神 又能活血化鱼 其实也就这小个药 再也没有了 因为和魂皮自个儿 就能够解育安神 而且入血分 能够活血化鱼 不知道 魂皮 得查得出 指定是有 还能吃到 跌打损伤 还能治疗这个 苍蝎土足呢 所以他也有 和魂皮有 活血化鱼的种 和魂皮有 活血化鱼的种 所以这样的一个 加上安神之品呢 在经常上 他的良效 就已经很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 那么基于 这个患者 是不是又有点心火呀 那你还是你家 我都已经死完了 对不对 雨血不明化热 热也就扰心了 所以你就加点方便 喝单身 因为你不正好吗 如果这边又有点弹热 弹热孤独 所谓一看 我饿了 多雨点 下面中间还有一点点 微微黄粒 那你就喝小鲜鲜汤了吗 光山光楼 万家 你小家 一个散味药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 是以谁为主了 对不对 虽然兵笔是夹杂的 但你亲得 变成是以谁为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旅程当中 这就很容易 实证当中 一个三个正型 一个是肛活扰心 一个是弹热扰心 一个是淤血扰心 然后我又给大家讲了 很多队调 就是配合当中的 这样一个队调 尤其在温暖行 所以大家做了 好几个 过温暖行这样一个治疗 所以呢 这就是实证 我们就给大家讲清楚了 实证 剩下的就是徐证了 包括心肝血虚 心肝气虚 心脾两虚 心肾不丢 包括三寒论当中的 治疗这种 失眠的这个击法 包括它将近有八法 传统是治疗失眠的 我跟大家合的也很多了 你们支持它 这不都已经是合 合在里面了吗 对吧 大概大小汤 都已经合在里面了吗 那么它还有别的防御 非常非常好的防御 包括财琴龙姆汤啊 黄莲恶椒汤啊 还有一些防御 那么今天呢 由于实现的原因呢 我就把实证讲完 然后下时刻来呢 我再给大家 自己讲虚证 怎样辩证治疗 随着拿手防御 就拿个班 把肚子要好好折磨折磨 回家之后 肚子一肚子往里走 觉得这条件非常的高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大家可以注意安全 谢谢 下雨啊 大家路上都睡 cruising observation ?" 带スト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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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